大家好 欢迎来到韩潇的中年讲故事 我哥要带女朋友回家 还会在家住几天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爸我妈高兴得不得了 毕竟我哥老大不小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带女生回来 为了表达重视 我爸还特意从网上买了个横幅 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婷婷首次回家 挂在了家中最明显的位置 那天晚上 我妈做了整整十八个菜 幸亏我家桌子大 才将放下 而我手捧一束鲜花 被指派去门口迎接 很快 我见到了传说中的嫂子 嫂子肤白貌美 站在高大帅气的哥哥身边 两人很是般配 看到嫂子 我赶忙将鲜花递上去 嫂子非常开心地接了过去 嫂子进门的第一件事 便是四下张望 看得出来 我们的布置她还是比较满意的 脸上的笑容就没下来过 我爸妈对嫂子也很满意 其实我爸妈没什么要求 只希望我和哥哥两个过得开心就好 可这种欢快的氛围 还没过多久就被打破 第二天 有不少亲戚上门想见一件嫂子 不知道哪个多嘴的 竟跟嫂子说了 我爸每年都会给我存十万当嫁妆这件事 嫂子当时的脸色就不怎么好看了 我还傻傻地凑上去 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朝我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愣是不顾其他亲戚在场 阴阳怪气道 我可不敢身体不舒服 毕竟我可没有每年十万的嫁妆 她的声音非常尖锐 热闹的大厅 一下子就静下来了 我也愣住了 亲戚们一窝蜂地离开 只留下我们几个 我今年二十三岁 相当于我爸给我存了二百三十万当嫁妆 看得出来嫂子对这件事很不满意 可钱是我爸妈的 他们想给谁就给谁 再说了 我可是我爸妈的亲生女儿 凭什么不能给我 可嫂子明显不这么想 受到我家的隆重对待 她自以为在这个家站稳脚跟 对着我爸妈指点起来 叔叔阿姨 女儿是泼出去的水 小姨以后是要嫁出去的 你们给她那么多钱 不是便宜了别人家吗 要我说呀 这些钱就该全给家哥 他可是你们唯一的儿子 以后可是要给你们养老的 够了 嫂子的话被我哥打断 我哥的脸沉得像锅底 小姨是我亲妹子 这个家本来就有她的一半 再说了 我爸妈的钱 他们想给谁就给谁 哪里轮得到你在这里 智慧哥哥的话 让我心里舒服了不少 可嫂子听到哥哥的话 不仅没有闭嘴 反而更加嚣张起来 你看看外面哪个家里 会给女儿这么多钱 小姨一个女孩子 嫁出去就嫁出去了 以后你爸妈有个什么事 还不是都是我们出钱出力 我爸妈被气得不行 脸上失望脑怒的神情 在不断交织 我爸直接冷冰冰地看着嫂子 你没有的东西 不代表别人没有 我还嫌给我女儿少了 嫂子咬着嘴唇 看得出来很不服气 我正想打个圆场 只见她摸着肚子 得意洋洋到 可我怀孕了 我如今可是怀上了你们家的孩子 要是个男孩 那可是给你们家传宗接代了 嫂子这句话 可谓是平地一声惊雷 把我们惊得不行 我下意识地看向我哥 他也一脸震惊 看来他还不知道 嫂子怀孕的事 嫂子如今未婚先孕 这件事到底是我哥的错 我妈狠狠瞪了我哥一眼 对嫂子放缓了神情 婷婷你放心 我们家肯定会对你负责的 也会好好待你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 但小姨嫁妆这件事 我是支持她罢的 嫂子看着虽不满 到底没再说什么 晚上我感觉肚子有些饿 想出来找些东西吃 意外听到了嫂子那边传来争执 张家 我是为了谁 我还不是为了你吗 你没带走的那些钱 那可都是属于你的呀 顾着嫂子怀孕 我哥没说什么重话 你怎么就这么理不清呢 这个家是我爸妈的家 钱也是我爸妈的钱 怎么就变成是我的东西 嫂子一声尖叫 我不管 我已经怀孕了 这些钱都应该是我肚子里的孩子的 你们要是不把这些钱都吐出来 我就把孩子打掉 随你 你要是愿意生就生 不愿意生就打掉 我会赔偿你一大笔钱 但他我妹嫁妆这件事绝无可能 而且我也是给他攒了嫁妆的 嫂子的话让我有些一言难尽 退一万步说 他就算这胎是个男孩 我的东西仍旧只会是我的东西 他如今还没过门 倒算计起家里的资产来 话里话外都是一副为我割好的样子 实际上还不是看不惯我一个女孩分走家里那么多钱 我从小受尽家里宠爱 第一次被人这样对待 还是未来的嫂子 这多多少少让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我哥会向着我 这在我的意料之中 他比我大五岁 一直对我很好 我读书的时候一直给我买着买那的 我室友们都羡慕我有一个如此好的哥哥 甚至他第一个月的工资 一三给了爸妈 足足有一半给了我 如今听到他们的对话 我才知道 我哥这些年竟一直在给我攒嫁妆 我心里感动得不得了 其实是我哥以前对我没那么好的 我两年最差的有点大 小时候他一直不耐烦陪我玩 是有一次他滴血糖瘫倒在地上 我在旁边哭得稀里哗啦 从兜里掏出糖来拼命往他嘴里塞 嘴中还不停地喊 锅锅裹裹快吃 我妈告诉他 你妹 自从知道你有滴血糖的毛病 每天都会往兜里揣一兜子糖 让你挑食以后可别挑食了 从此我哥再也没对我不耐烦过 也再也没有挑过食 用现在的一句话来说 他算是没空 我哥对我好 我也不忍心让他为难 而且嫂子会这样 我大概知道一点原因 他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家里还有个弟弟 本来嫂子以前叫昭帝的 是她上了大学 自己将名字改成了婷婷 我没有经历过她的苦难 虽不理解她的想法 但也挺同情她 而且嫂子现在也怀孕了 我决定找个时间好好 和她谈谈 我还没找上嫂子 闺蜜就先给我发了消息 她给我转发了一个帖子 小姨 你看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很像你的嫂子 刚开始我还没注意 后面一瞅十万的嫁妆 相同的 IP 这不活脱脱的你嫂子吗 你看下热评 我点进这个帖子 内容严简一概 说的是 帖主第一次去男朋友家 受到了隆重对待 他也比较满意 唯一不满意的是 男朋友有个妹妹 他家竞给她存了 每年十万的嫁妆 他反问 一个要嫁出去的女儿 凭什么分走那么多钱 这些钱就应该是他的 他还在里面提问 这个家庭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有什么办法能让她妹 拿不了这些钱 热评第一 给她出了个主意 你傻呀 看得出来 这家人条件很好 又疼爱女儿 以后对你 必然不会差 你干嘛要和他们对着干呢 你应该有弟弟 你直接让你弟去将你男朋友的妹妹追到手 来一个亲上加亲 这不家产都是你们的呢 天下竟有如此恶毒的人 帖主还回复了 你这个办法好 不过我可不傻 听到他爸妈说 一定要给那个贱人嫁妆后 我立马说我怀孕了 果不其然 他们立马舒缓了语气 只要我坚持下去 我就不信 他们真肯舍弃这个大孙子 至于孩子 还怕到时候没有吗 感谢大数据让我提前知道阴谋诡计 看着导向是我那个嫂嫂 我先长个心眼 要真是她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我闺蜜很快回到 支持你 给我弄死她 我刷了刷帖子下的其他评论 现在这年头 真什么牛鬼蛇神 都有出 各种主要的应有尽有 少数一些正义的评论 在里面显得格格不入 不是 这钱是她爸妈的 你有什么资格插手啊 傻逼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我的天 这一家人是倒了什么血霉 遇上你这么个会算计的 我拖着下巴做思考状 虽然心里认为 这个贴主是向婷婷的概率为九成一九 但还有万一吗 我决定先不和家里人说 如果真是她 她必然会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真给我介绍她的弟弟当男朋友 虽然我家境优渥 被家里人保护得比较好 可我也不是什么傻白甜呐 她凭什么会认为我看得上她弟弟 讲真 要不是她说她怀了孕 我们家觉得愧对于她 不然早把她赶出去了 真是晦气 这个帖主还真是我那个好嫂子 令我没想到的是 她会如此迫不及待 发完帖子的第二天 她弟弟就上门来了 听说是专门坐飞机赶过来的 她弟弟来的时候 我爸妈还挺莫名其妙的 这是向强 我弟弟不知道为什么怀孕之后 我特别想我弟 叔叔阿姨 你们不会介意的吧 向婷婷既拿怀孕当借口 又这样说 我爸妈还能说什么 只能让她弟弟也住下 她弟弟年纪小 一看到我家的装潢时 脸上的贪婪 根本藏不住 转头看到我时 脸上闪过一丝惊艳 眼底满是势在必得 她那眼神看得我很不舒服 像是在看似有误 我已经迫不及待告诉我 爸妈还有我哥了 我打开手机 点开相亲相爱 一家人迅速在里面发消息 有重大消息 晚上十二点 老弟方见 千万别让这两个人知道春暖花开 好的 宝贝面朝大海收到家 嗯 好不容易等到深夜 我们一家四口 齐聚在小区门口的烧烤摊前 我迫不及待地将事情经过一口气讲了出来 还未等我拿出证据 我哥愤怒地拍了几下桌子 把我吓了一大跳 我就说他怎么可能怀孕 如今还算计上我妹妹 分手 必须分手 我妈心有余悸 赞同地点点头 幸好小乐刷到了这个帖子 本来还以为是个好姑娘 思想歪了点 扭扭还能用 没想到里面竟烂透了 我摇了摇我哥的胳膊 这是我一贯的撒娇手段 果然 他神情缓和了下来 哥凭什么就这样放过他 他和他弟还不知道预谋着要对我干什么呢 我哥脸又黑了下来 愧疚又心疼地看着我 都是我连累了你 害你受了委屈 小姨 你说 你想让我们怎么做 我眨眨眼 当然是来个将计就计 当晚 我们经过一次愉快地探讨 顺利地将计划敲定了下来 向婷婷二人丝毫不知道他们的小心思已经暴露 我们一家子就静静地看他们表演 这不 向婷婷又来活了 只见她抱着我妈的胳膊 一副亲密的样子 阿姨让强子去和小姨做饭 您也歇歇 正好让两个年轻人交流 向强看着我蠢蠢欲动 仿佛一下秒就要钻进厨房 我爸淡淡道 你阿姨做饭累了 是我的失职 这顿饭就我来做 不过年轻人勤劳孝顺一点是好事 这不你丁叔叔家需要帮忙 张家 你带小强过去吧 不等向强拒绝 我哥直接强硬地将他拉了起来 他只好不情不愿地跟我哥出去了 一下午过去 在向婷婷第八次问向强 怎么还没回来时 门响了 向强浑身满是汗水 一副劳累过多的样子 他正想坐在沙发上 我立马叫住了他 哎哎 你要不先洗个澡吧 我一只手捏着鼻子 另一只手在面前扇着 无视他恼怒通红的脸 淡淡加了句 这沙发还挺贵的 他不管不顾地就要坐下 十三万向强的动作止住了 踢骨悬浮在半空中 要落不落的就还挺搞笑 他脸皮还挺厚 若无其事地伸了伸腰 灰溜溜地洗澡去了 看到自己的弟弟吃别 向婷婷顿时不一了 他一只手抱住平整的肚子 另一只手指着我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我弟身上脏了点 想坐沙发休息一下 怎么了 别忘了他出去是帮你们干活的 清洗沙发要钱 一字两千 这个钱你来出 我就让他坐 还有不是你觉得我家里人坐是累 让你弟帮忙的吗 还是你想这么累的人 是我爸 是我哥 我爸 我哥顺势一脸不满地看着他 像婷婷慌了 辩驳道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看着我链鱼的眼神 他觉得背下了面子 狠狠瞪了我哥一眼 也灰溜溜地回房了 哥 你们下午干嘛去了 我兴奋地凑到我哥身边 给他捏尖锤背 我可不知道 兵叔要帮什么忙 我爸笑了 像只老狐狸 我联系了霍拉拉 让向强搬家去了 我哥在手机上赚了五百给我诺 今天下午他的劳务费给你 我喜滋滋地收款 想到他干了一下午的苦力 心里乐开了花 你没干吧 哪能啊 我随便找了个借口就走了 在奶茶店里玩手机 我朝我爸和我哥竖起大拇指 高 实在是高 连续干了几天火后 向强实在忍不住了 他不敢朝我们发火 只好将怒火全撒在他姐姐身上 你不是说让我来过好日子吗 这就是你说的过好日子 我在家都没干过重活 小声点 向婷婷不满 向强讥讽 你怕什么 他们都出去了 你在电话里吹得天花乱坠的 说什么将这家人拿捏得死死的 这就是你说的拿捏 一家人出去散步 也不叫上你 向婷婷被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你还想不想娶张仪了 想不想拿那二百万了 向强烦躁地坐在床上 你以为我不想了 这几天 我连和她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怎么追她 向婷婷出着主意 你想个办法 不管你怎么做 直接把生米煮成熟饭 到时候张仪不依也得依 向强有点迟疑 事后败露了怎么办 向婷婷恨铁不成钢 你怕什么 你都把人上了 他还能抓你 去坐牢不成 我一下子推开了 本就没闭合的房门 你们说谁不敢抓你去坐牢 我身后站着我爸 我妈和我哥 一家人齐齐整整地盯着他们看 他们姐弟二人 被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了个半死 向强更是直接瘫软在地上 向婷婷脸色发白 她不清楚 我们听到了多少 脸上笑得很勉强 她走进我哥 试图像以前一样 抱住我哥的胳膊 我哥轻轻地向后退了两步 向婷婷的脸更白了 眼睛泛起泪光 一副渲染玉气的模样 不得不说 她长了一张漂亮的脸 特意做出这个样子 确实我见有脸 可在我们眼中 只觉得令人作呕 家哥 是我一时没想开 你知道的 我爸妈从小对我不好 我只是嫉妒阿姨 你也有女儿 我真知道错了 你们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向强缓过了神 她干脆破罐子破摔 我姐已经怀孕了 你们要是敢对我做什么 我就让我姐把孩子打掉 告你们谋杀 我被她逗笑了 这是哪来的傻叉 我哥冷哼一声 她悠悠道 可是你姐真的怀孕了吗 向强狐疑地看着向婷婷的肚子 她看着一脸惶恐的向婷婷 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贱人 你是要害死我吗 她一巴掌 就往向婷婷的脸上甩了过去 他们自己为是可以拿捏 我们一家的凭据消失了 如今他们心中只剩下无限惶恐 我们就在旁边站着 看着向强在内 对着她姐拳打脚踢 只能说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要打别在我家打 我示意我哥去拉住向强 我可不想向婷婷被打死在我家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向婷婷一脸不甘 她辛辛苦苦这么久 好不容易抓住这么一个条件好的 她好后悔 如果当时没有人和她说 那二百万的嫁妆就好了 我怜悯地看着她 掏出手机 把那个帖子摆在她面前 她定定看着 哈哈大笑起来 神情癫狂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他们不知道 我家的每个房间都装了隐形监控 他们在大喇喇交谈的时候 我们一家子就在那边看边听着 我本意是记录向婷婷丑陋的嘴脸 然后发到她的社会关系网里 让她颜面尽失 没想到还买一送衣 更令我浑身颤抖的是 他们看着追我不成 竟想出这些下作手段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可能是怕了 还未等我们一家 送他们两个去采缝纫机 他们爸妈风尘仆仆地连夜赶来了 在小区门口 两个一脸勾贺的大叔大娘 在那哭天呛的着 成功收获不少路人的目光 一看到我们一家 和他们的一双儿女 他们眼睛亮了亮 瞬间戏惊上身 儿 我的儿 你好惨哪 千山万里地去南方家做客 还被人赶出门来 可怜我的女儿又还怀着孕 硬生生地被家暴男打落了胎 真是好一张嘴 白的都被他说成了黑的 不知真相的路人 听到大娘的话 对着我们一家指指点点 这些人看着人模人样 却对人家小姑娘做出这样的事 真是造孽哦 你看看她脸上 再看她身上 一片青子 畜生 真的是畜生 更有人举着手机 对着我爸妈的脸拍 我爸妈经历过这些 仗红着脸 想要对路人解释 路人却一脸害怕地离我们远远的 我拉住爸妈对他们摇摇头 这些人哪 跟风就是与讲不听的这些话 你对警察说吧 大娘的哭声戛然而止 她一脸茫然 不懂为什么她无往不利地撒泼打滚 这次竟然失败了 这些年轻人不是最好脸面了吗 她还嘴硬 好啊 我报的警 你还倒打一耙 待会就让警察看看我女儿身上的伤 则真是愚蠢的人 监控视频在那里一目了然 到时候看她怎么收场 警察很快便来了 在警察局里大婶还想顾忌重施肃静 在警察的呵斥下 她不情不愿地闭起了嘴 警官 你们快看看我女儿身上的伤 这可都是她们一夹子打的 我好生生的女儿被打成这样 我似笑非笑 我们打的 不然难道还是她们自己打得不成 向墙似乎笃定 我们没证据 开始耿着脖子强硬道 就是她又洋洋得意起来 我还没告你们呢 真是天大的傻逼 我掏出手机 放出了监控 你想个办法 不管你怎么做 直接把生米煮成熟饭 到时候张仪不医也得医 向婷婷的声音清晰得不得了 接着便是向墙对向婷婷的殴打 完了完了 从我掏出手机的那一刻 向婷婷恍然明白了什么 你竟然在房里装了监控 我看傻逼一样看着她 哪个有钱人家里不装监控 只是我不喜欢太明显的 特意装得隐形罢了 没想到竟还有这样的收获 证据确凿 向家姐弟执法犯法 罪无可避 两人证据确凿 向墙有犯罪意图 虽未遂 但同样性质恶劣 被判三年零六个月 而向婷婷挑唆他人犯罪 被判三年缓期 一年执行 向婷婷甚至在法庭上大放厥词 明明是他们一家的错 现在谁给出嫁的女儿这么多钱 这不是有毛病是什么 这对我公平吗 对我未来的孩子公平吗 她再怎么不满 在法官严厉的目光下 也不得不闭嘴 难道她还不懂吗 她可以对我爸妈的做法保留意见 但她却不能因为这种意见 去谋害他人 对他人实施恶意 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她爸妈来我家小区那么一闹 视频流传到了网上 那博主不知是为了博流量还是怎么掐头去尾 再配上莫名其妙的标题 只把我们一家子剪成了恶人 高端小区一家竟殴打媳妇直至流产 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泯灭 这条视频在同城挺有热度 底下不少人评论 我是和他们同个小区的 他们平常就喜欢装模作样 一看私下就不行 这人还评论了不少条 我仔细一看地址和我天南地北 真是搞笑 类似这样的还有不少 甚至还有直接开口辱骂的 他们肆无忌惮地在网络上借机释放利器 丝毫不在意事实真相 我给那个博主私信 给他发了法庭判决结果 要求他删除原视频 他竟直接将我拉黑 那可就别怪我了 我看他将我拉黑得这么迅速 还以为他是一个很刚的人 在我的律师给他发了律师函后 他火速地就将原视频删了 哟 现在伤我可不满意了 我要求他对我全网道歉 否则我会对他一告到底 本以为他会撑个几天 没想到下午就公开道歉了 同样一件事 反转巨大 被网民们很是津津乐道一段时间 我本以为我和向婷婷会再无交集 直到有一次我去餐厅赋宴的时候 竟又看见了他 他跟在一个长相普通的男人身边 那男人一看就比他大了不少 头顶上头发稀疏不已 跟我哥根本没法比 在包间里 他看到我走进来的时候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脸上的肉在颤动着 平白毁了一副好样貌 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不能在这包间里 目前就我们三个人 我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向婷婷一脸怨恨 进而讥讽地看着我 家里有点小钱又怎么样 在这个社会上 很多时候有钱也没用 你不会是在网上看到了我男朋友吧 知道他是智星的高管 所以进来碰瓷的 不然为什么我们前脚进 你后脚就跟着进来了 我朝他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有病就去治 别在我这乱费自己的女朋友 被当面下了面子 那男人坐不住了 他皮笑肉不笑的眼神上下扫尸着我 你倒是有几分颜色 但是太端 我可不喜欢这样的 任无可忍 我直接将桌子上的水 泼到了他们两人脸上 他们似乎很不可置信 水滴滴答答地从他们脸颊 滑进衣服时 他们还一脸猛逼的样子 就你这样的 笑死以为自己多长了一条腿 救了不得了 除了像婷婷这种老女友 谁会看得上你 还有你该说 不说你眼是真下了 干脆别要了 自戳双眼 嘴巴也别要了 免得出去被人拿针缝啊 那所谓的高管 终于是反应了过来 来人 给我来人 他似乎在这里很熟 这里的经理对着他点头哈腰的 似乎是找回了自己的场子 他的腰杆一下子硬了起来 你就给我等死吧 像婷婷挽着那男人的手 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把这个女人给我丢出去 经理笑着硬着 看到我脸一下子拉了下来 我们这是高级餐厅 可不是你这种女人能进来的 人家高总是优秀 是开着豪车 但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干嘛还要没脸没皮地凑上来呢 滚滚滚 快滚出去吧 别逼着我叫保安 听到保安像婷婷的眼睛亮了 保安 快叫保安来 这个女人还往我们脸上泼水 快把她赶出门外 去给我泼回去 不然我就叫我男朋友 以后都不来这了 经理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看了一眼内心高的 高总高抬的头轻轻往下点了点 那经理只好大喊保安 就在这时 房门被推开 两个人说说笑笑走了进来 保安 叫什么保安了 哎呦 刘经理 不知哪来的疯子 估计是想前想风了 巴巴地跟我们进来 我男朋友对他爱答不理 他就恼羞成怒 朝我们泼水 随着向婷婷那高亢的声音响起 刘经理的脸越来越黑 他身后那个男人 看见我想要过来 我示意他先别动 你说 他对你男朋友有非分之想 对啊 我知道我男朋友高大帅气又多金 但是我也不能容忍别人觊觎 还冒犯到了我脸上 这个女人 我必须得给他一点教训 他叫声道 还朝刘经理眨了眨眼 保安快朝他脸上泼水 向婷婷迫不及待道 我看真正有病的是你 刘经理对着他破口大骂起来 看着向婷婷呆滞的脸 我笑着靠近他 拍了拍他的脸 凑近对他说道 你不是问我来干什么的吗 我现在告诉你 我是来赴宴的代表 沸腾 话音刚落 刘经理身后的男人 就顺势站在了我身后 张总向婷婷左看右看 一脸不可置信 你怎么可能 高总知道自己惹了大祸 他朝向婷婷脸上 甩了一个巴掌 将他的脸扇偏了过去 他忙不迭地朝我道歉 张总 真是对不起 我也是被这个贱人蒙蔽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他深深地朝我弯下了腰 我似笑非笑 做错事的有两个人 为什么道歉的只有一个人 他恍然大悟 又扇了像婷婷一巴掌 压着他朝我道歉 高盛 以后别什么不三不四的就带过来丢人啊 刘经理淡淡说道 面对我又殷切地笑着 张总 您坐 您坐 向婷婷以为我依附着家里 执着于我 拿了家里二百多万当嫁妆 可我自己本身就不缺这点钱 我是飞腾的副总 这是我自己一步一步打拼来的 读书时我早早地修了学 转而和同学一起去创业 这么多年来 索性真干出了一番成绩 他的眼里只看得到我拿了什么 看不到我的付出 明明我哥和他说过 家里那套房子我也是出了力的 他可能当个笑话听了去吧 可如今他变成了一个笑话 我没有将这件事讲给我哥听 没有必要 这一家字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再也没用交集 另外 我哥开始被我妈逼着相亲了 他天天朝我诉苦 从他偶然的直言片语 我才知道 当初他和向婷婷的相识 也不是那么偶然 他总是出现在我必经之路上 我还以为真那么有缘分呢 后面我才知道这是他算好的 我以为他是喜欢我 没想到别人告诉我他是喜欢我的钱 但是没有关系 事情终将过去 我哥现在相亲相得也不错 听说有个姑娘很不错 落落大方的 他也挺喜欢 两人正在试着接触着 我有个心 扫扫的日子不远了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二篇小故事 陪旺生日那天 我从颁奖典礼匆匆赶到酒吧包厢门虚掩着 透过缝隙 我看到我的助理秦婉正窝在陪旺的怀里 我脚步一顿 推开门的手将在了半空 低笑调侃的声音涌入我的耳朵 有人在奉承陪旺 有人在夸赞秦婉 有人在诋毁我 是了 我差点忘了 陪旺现在是京圈的太子爷 身份早就不一般了 而我在他们眼里 不过是个靠着太子爷上位的不入流女星 我深吸了一口气 勾出一个恰到好处的笑容 推门而入 众人噤声 见到我来 秦婉脸色大变 他惊慌失措地想要从陪旺怀里站起来 却被陪旺一把拉了回去 可我还是没有错过秦婉眼底一闪而过的得意 我眼神扫视了一圈那些诋毁我的人 瞬间低下了头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咦 刚刚谁说我是戏子来着 我问 呵 难道不是吗 陪旺皱了皱眉头 冷哼了一声 直到我走到陪旺面前 他搂着秦婉腰身的手 也不曾松开 指尖被我狠狠地掐尽了手心 我抿了抿唇 继续开口陪旺 所以 一个月后 我们的订婚宴是办还是不办了 不出意外 他果然眼神都没给我一个 满脸戏谑 秦婉无辜地看向陪旺 眨了眨眼睛 仰起了下巴 陪旺抬起手 摩洒着秦婉的脸 当着众人的面吻了下去 斯 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也有人正大光明地看起我的笑话 秦婉用手推了推陪旺 含羞地将头埋在了陪旺的怀里 我这个助理到底还是被陪旺宠坏了 而陪旺的态度 看起来也很明确 我点了点头 随手拿起桌上的红酒杯 我将酒杯高高举过他们的头顶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里 从头浇了下去 陪旺你还真是一条养不熟的狗 温然 你疯了 身后是陪旺激进发狂的怒吼声和秦婉的尖叫声 我轻蔑地勾了下唇角 大步离去 十几年的感情 我太知道该如何刺痛陪旺 我的话如同一把利刃 狠狠地扎进了陪旺的心窝 我难过吗 当然不 晚上我回到别墅 保姆已经提前将陪旺的东西尽数扔到了门外 垃圾就该待在垃圾应该待的地方 十一点五十九分 趁着陪旺生日的最后一分钟 我送了她一个礼物 我用官方账号分别发了两条声明 温氏集团接班人温然女士宣布终止与陪氏集团所有合作 演员温然已与陪旺先生分手 祝好 声明发出去后 我的电话几乎被打爆 不用想 肯定也罢绑了热搜头条 刚拿了影后 就把太子爷登了至少够三天的谈资 我将头埋在被窝里昏沉睡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陪旺的声音突然从头顶传来 温然 你什么意思 陪旺怒气冲冲地一把掀开我身上的薄被 冷风裹挟着全身 我不禁颤抖了一下 失策了 我换了密码 删了指纹 唯独忘了还有钥匙和门卡 见我没有反应 陪旺攥住了我的手腕 他的脸逐渐逼近 直至一个鼻息的距离 我以为我说得很清楚 就是分手了 我极力地想要从他的手里抽回我的手腕 却僵持在了半空 分手你说了算 陪旺咬牙切齿地问 我下额紧绷 眼神阴致 我就这么盯着他看了几分钟 最终吃笑了出来 所以太子也以为是你说了算 大概是我这句话又激怒到了他 他猛地将我压在身下 炙热地呼吸打在我的脸上 我只觉得恶心反胃 眼看着他的脸越来越近 我有些着急地呵止住他 陪旺够了 我伸手抵在他的胸口 他的颈尖密密麻麻地满是吻痕 衬衫的领口处蹭满了口红印 我的目光一点一点沉了下去 这是前晚 满足不了太子爷 所以来找我了 我和陪旺僵持不下 他的眼底一片心红 嘴唇紧紧拧成一条直线 我沉默不语 只是嘲讽地看向他 第一次见陪旺是在我六岁那年 说起来 我们也算是青梅竹马 陪家破产 他的父母受不了打击 双双跳楼 我爸念着和陪旺父亲的兄弟情义 把陪旺领回了家 陪旺能有今天离不开我们家的帮助 可是温然 我劝你不要得寸进尺 陪旺突然地出声 打断了我的思绪 他的眼神冰冷 仿佛在看一个不值钱的物价 我抬眸看向他 示意他继续 恐怕你根本不知道 威氏集团早就在走下坡路 甚至濒临破产了吧 和我订婚 收益最大的是你 和你们温家 你要知道 如果我没有念及旧情 温氏集团早没了 而你更不会像现在一样 光鲜亮丽 你如果连这份体面都不想 我不介意 陪旺的话戛然而止 我看着他那双曾经让我着迷的眼睛 开口问道 嗯 不介意如何 我的反应过于平静 陪旺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我 他的眼睛里有疑惑 有焦躁 却唯独没有了爱意 我不介意在整个影视行业封杀你 你知道的 我可以做到 不过你应该感谢我 也应该感谢婉婉 如果不是婉婉的出现 我劝你明天去给婉婉道歉 今天你吓坏他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白月光的杀伤力真的很强 强到连一向自持的陪旺都开始婉婉泪清了 我嘀嘀地笑出声来 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向他 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我一个巴掌扇了过去 谁给你的脸呢 陪旺 如我所料 陪旺的动作很快 叱咤商场的太子爷一声令下 我进入半封杀状态 之前在接洽的商务一夜之间全部被叫停 进入到签约流程的几部电影女主角 也都临时通知被换掉工作室的同事气炸 一个个都在猜是谁抢走了我的资源 这还用问 除了秦婉 还能有谁 秦婉从我的工作室离职后 转身就加入了陪旺的娱乐公司 依照陪旺对秦婉的宠爱不亲近整个公司资源 把他捧到顶流的位置 他肯定不会罢休 更何况陪旺本来就是在故意和我对着干 我在微博上公开回应了被多部电影罢演的事情 演员温然 无所谓 你行你上 可紧接着一条关于我片场霸凌秦婉和其他演员的视频 冲上了热搜词条 不过一个小时 秦婉就进行了回应 演员秦婉 感谢温然老师曾经的指教 铭记于心 附带的还有一个视频 视频里秦婉低声啜泣 但他从头到尾 没有提过一次 我霸凌他 反倒是对我恭维至极 这种似是非是的 被逼无奈的回应 最是杀人 我的账号不负众望 被网友冲了 连带着温氏集团的骨架 一落千丈 我勾着唇角轻笑 陪旺还真的是越来越幼稚 就连做出来的事情 都如此低级可笑 陪旺的报复来得干脆直接 一如曾经我对他的爱突然猛烈 可到底是曾经 我随手拨通了一个电话 太子爷的位置给你来坐 怎么样 齐燕来找我时 明显收拾了一下 一身笔挺的西装 仍然掩盖不了他那副 玩世不恭的气质 如果说 陪旺是禁欲系金贵少爷 齐燕就是浪荡二十足 我朝他眨了眨眼 好久不见了 齐少 听到我打招呼 齐燕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 冉冉喊我齐燕或者阿燕 我从丹如流地点了点头 随后和他开门见山 这几年 我爸妈一直在环球旅行 原本叱咤风云的温氏集团 早就深藏了起来 这样低调 以至于在市场上传出了随时要破产的信号 陪旺的确是有不错的商业头脑和杀法果断的能力 但在吃人的商业场上远远不够 我没想到他还真的是飘了 因为太子爷的名头 他被捧上了天 自以为拿到了生杀大权 所以陪旺出轨 你来找我 齐燕抿着唇 手指一下一下地扣着桌面 我摇了摇头 想了想又点了点头 嗯 整个陪氏集团都送给你 如何 齐燕书弟抬起毛子 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哦 你觉得我们齐家看得上他那个小公司 齐燕勾着唇角 淡定开口 我一正 回了齐燕一个浅笑 齐家可能看不上 但齐燕看得上 不是吗 齐燕很聪明 他知道我想要什么 刚好我也知道他想要什么 陪氏集团的背后是整个温氏的资源 而齐燕想要以一己之力对抗齐家 根本没有胜算 陪旺妮可不要让我和齐燕失望 我没想到齐燕的动作这么快 不得不说 和聪明人打交道就是愉悦 陪氏集团的生产线接连出现问题 全市的芯片技术几乎被我们温氏垄断 剩余的也被齐燕独家签约 因为温氏停止合作 陪氏的生产链最核心的芯片被迫断供 陪旺最新合作的公司所提供的芯片 突然被大量扣押在海关 陪旺太过自负 让他对这些公司低声下气 比登天还难 他自以为这几年的维系和利益往来 足够留住那些我牵线送去的资源 可陪旺到底是低估了我们温氏集团 在资本界的地位 我早就给那几家提供核心技术的公司打了电话 我没有阻止他们继续与陪氏合作 而是建议他们在合作续签时倒逼陪旺让利 这几家公司在金融危机时都曾受到温氏的照抚 所以既能还人情又能获利的事情 谁能不欣然接受呢? 与此同时 齐燕的TY科技同步施压 与陪旺共同竞争核心技术 最终陪旺做出了大幅度的让利 才看看维持了生产链的稳定 可陪氏的资金链经不起陪旺折腾 到底没撑住? 陪旺太天真了 他早就忘了资本看的从来不是他的公司发展前景 而是我们温氏的面子 如今陪旺想要生存 只能求我 陪旺给我打了无数次电话 都被我挂断 我想要的是他来找我 他不来找我 我该怎么继续我的计划呢? 至于我被娱乐圈扮封杀的事情 我也不着急解决 我的名字在热搜上挂了很多天 说我是过气影后的 说我是落魄千金的 说我是白眼狼 翻脸不认人的 达成合作那天 齐燕想要出手解决 我拒绝了 陪旺知道我太热爱演戏 太热爱这份事业 而这些是陪旺自以为可以要挟我的筹码 如我所料 陪旺来找我了 我坐在温氏总部的办公室里 隔着落地窗俯瞰着城市的景色 温然 我就知道是你倒的鬼 陪旺满眼血丝 眼底一片乌青 全然没有曾经太子爷的风度 陪总 此话怎样 我转过身来 扬起下巴 陪旺一步步朝我逼近 双手抵在椅子两侧 将我禁锢在怀里 她的身上是浓烈的烟草味 我不禁失笑 陪旺大概是会错了意 喜色在眼底一闪而过 冉冉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你和齐燕合作就是故意为了弃我 对吧 我可以不计前嫌 就当作之前什么都没发生 但是你必须和齐燕划清界限 恢复我们的合作 陪旺在说话时一直观察着我的表情 见我没有反应 她顿了顿 我抬了抬眼皮 还有陪旺的恶心再一次刷新我的认知 她说她会出面帮我澄清霸凌丑闻 会帮我争取更多的角色 而代价是她不仅要我继续和她订婚 甚至还要我把温室的股权转让给她 美其名曰减轻我的负担 我看着陪旺一脸稀奇的表情 忍不住反胃 我将她推开 站起身子和她对视 我的眼里满是嘲讽 陪总和我订婚 那今晚呢 陪旺面色一紧 然后毛子沉了沉 声音也冷了下来 冉冉 你不要得寸进尺 晚晚那边我会处理好的 我哑然失笑 我抬步靠近她 在她马上就要抱住我的时候 我拦住了她 我用手背拍了拍她的脸 陪旺 是不是这些年给你的脸太多了 你就真的把自己当作太子爷了 你是不是忘了你最多算个同养父啊 我故意激怒陪旺 她在我的办公室大发雷霆 又在公司大吵大闹 直到我报警 直到她被警察请出去 陪旺总是这样 她什么都想要 所以什么都不会得到 而我要的就是一点一点将陪旺的尊严踩在脚底 窗外突然下起雨 电闪雷鸣间 我陷入了回忆 陪旺父母去世那天 陪旺一滴眼泪都没流 年少的她已经懂得什么叫寄人篱下 我故意欺负她时 她也总是沉默不语 后来我逐渐喜欢上了她 她会包容我所有的任性妄为 她会拒绝所有的告白 只对我好 她会在课后不厌其烦地帮我补习 她会在我来姨妈时准备好热水袋 煮好红糖水 我认认真真喜欢了她好几年 我没等来她的告白 却等来了她和她的白月光 她们牵手走在大学校园 她们在夕阳下散步 她们在星空下接吻 后来白月光出国深造 甩了陪旺 那是我第一次见陪旺哭 陪旺一直以为 她的白月光是被我逼走的 是我让我爸妈对她家的生意下手 陪旺对我的态度恢复了曾经的冷漠 直到后来 她需要我们家的支持 她对我千衣百顺 对我爸妈殷勤妥贴 我爸妈因此给了她一个舞台 让她自力更生 可她还是忘了所谓的自力更生 也是建立在温室的扶持上 电话响起 我从回忆中抽离工作室的人说 我又上热搜了 那些曾经对霸凌事件沉默的演员 一个个站了出来 他们为我叫冤 为我证明清白 所谓的片场霸凌 不过是对戏时的场景 被恶意剪辑 曾经第一时间回应的秦婉 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 我看着漫天的乌云会心一笑 这一次陪旺会怎么救她的婉婉呢 齐燕要公事地约我去了酒吧 这是达成共事后 我们第二次见面 我和她边聊天边喝酒 氛围正好 几道不和谐的声音 却在我身后响起 哟 这不是大影后吗 这么快就换男人了呀 这是棒不上 我们陪爷就去找小白脸了 可真是一分钟都离不开男人 我拧着没回过头去 果然是陪旺和她的狐朋狗友们 我冷下了脸 齐燕则是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们 我打量了一下 这才发现 陪旺他们好像正在办什么庆功宴 齐满 小鸟依人地靠在陪旺的肩头 听说这几天 陪旺拉了不少投资 解决了资金链的问题 秦婉的回应 好像也得到了妥善处理 一切仿佛有如神助 我冷笑一声 见我看到自己 秦婉师诗然从陪旺身边站了起来 他躲着步子走到我面前 一身白色紧身裙 衬得他身姿曼妙 温然姐 对不起 我是真心想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没想到给你带来了那么多麻烦 茶香四溢 我皱了皱眉 秦婉故意凑近我 撞向我手中的酒杯 杯子应声落地 碎片乱飞 秦婉的裙子湿了一片 陪旺看到后迅速赶了过来 他把秦婉护在身后 正准备朝我发难时 看到了一旁淡定看戏的奇艳 陪旺的脸色瞬间黑成一片 认识十几年 我知道这是陪旺即将生气的表现 果然下一秒 他就出言不逊 温然 你还真的是人尽服 我正准备甩陪旺一巴掌时 奇艳的拳头 已经砸在了陪旺的脸上 秦婉被惊得猛地往后退了几步 其他人也都傻在了原地 京圈太子和科技新贵扭打在一起的场面 怎么都要上头条 费了好些力气终于把他们两人拉开 场面被堪堪控制住 奇艳好看的桃花眼下青紫一片 嘴角渗血 我的心跟着抽了一下 疼吗 我问奇艳 奇艳弯起嘴角 一把将我揽在怀里 她得意洋洋地看向陪旺 太子爷 是吧 我告诉你 温然是我的女人 你要是在满嘴喷粪 我赶死 你怎么说呢 奇艳这个狠话 放得我的注意力 只放在了奇艳的最后一句话上 以至于实在没忍住 扑斥笑出声来 我的反应实实在在地扎了陪旺的眼 陪旺的面目逐渐变得猙獰 嘴里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 温然 你别后悔 我点了点头 我后悔当初瞎了眼帮了你 从酒吧出来后 我抓着奇艳去医院 可奇艳死活不愿意蹲在路边哼哼唧唧 可怜巴巴的样子和以往的玩世不恭截然不同 感激 愧疚混合着酒精作祟 我把奇艳带回了家 我拿来要酒 小心翼翼地给她处理着伤口 直到她灼热的目光烫得我实在面红耳赤 我吻了吻心神 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奇艳 下次不要这么冲动 我嘴上这么说着 心里却把陪旺骂了一遍又一遍 都说打人不打脸 陪旺可真的是一点规矩没有 奇艳挑了挑眉 好 奇艳是我的大学校友兼学长 我们的父母有生意往来 所以关系还算熟络 陪旺和白月光矮时 奇艳担心我想不开 总陪着我 后来我和陪旺还是走在一起 奇艳气得咬牙切齿 发了好一通火 我闪了闪眸子 看向奇艳 奇艳 我是你的女人 酒吧的一幕不断在我脑海里打转 心里的小鹿 久违地乱撞了起来 奇艳抿了抿嘴 耳间泛起了红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脑子一热就吻了上去 那天之后 陪旺正式官宣了和秦婉的恋爱关系 两人即将订婚的消息铺天盖地 全网都在科金圈太子爷和新晋流量小花的爱情 而我这个前女友当然也适时地被拉出来溜了溜 我坐在办公室 享受着风雨欲来前的暖阳 敲门声响起 顺着声音看去 是奇艳 奇艳的眼神里有些算是担忧 看到新闻了 你没事吧 她走到我的面前 声音有些低沉 我有些哑然 轻轻醋了醋眉 其实那天之后 我和奇艳的关系就变得有些微妙 我对我那晚的行为感到抱歉 我从不见色起义 我只能刻意躲着奇艳 但没想到奇艳会主动来找我 奇艳双手撑在座椅的两个扶手上 我甚至可以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薄荷香 我担心你知道陪忘订婚的消息会难过 我啼笑皆非 她的表情出卖了她 显然她知道我不会难过 紧接着她又继续开口 既然你不会难过 为什么不联系我 你抢走了我的初吻 可你想不负责是不是 奇艳的声音重重地砸在我心上 我的脸瞬间爆红 办公室里暧昧氛围被瞬间拉满 就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时 陪忘带着秦婉一起出现了 陪忘紧握双拳 指节咯咯作响 我轻咳了一声 奇艳才缓慢站起身 奇艳的眼里闪过一丝不耐 陪忘恢复了曾经高贵清冷的形象 但在看到奇艳使脸还是黑透了 秦婉挽着她的胳膊 朝她亲密撒娇 望哥别愣着 我们今天可是专程来给温然姐送情帖的呢 陪忘这才收回紧盯奇艳的目光 她一步一步走到我的办公桌前 将订婚宴的情帖扔在了上面 温小姐 欢迎你来陪忘咬牙出生 话里的不满情绪呼之欲出 我勾纯 好 一定 我一定会送你一份终生难忘的大礼 陪忘期待一下吧 订婚宴那天 全是权贵悉数到场 记者媒体更是数不胜数 订个婚比我霍丰影后那天的典礼还要有排场 我特意穿了一身黑色礼裙 画了个精致的妆容 我总觉得这样才能配得上送给陪忘的大礼 我到场时 全场一阵哗然 太子爷的前任和现任面对面堪比修罗场 陪忘看到我来 嘴角一勾 我也笑意盈盈地走上前去 陪忘看到我的表情 眼底的雀跃甚至掩饰不住 在我站定时 陪忘又立刻换上了一副嘲讽的样子 陪忘趾高气昂 清了嗓子 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舞台中央 我在台下陪忘 在台上陪忘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响彻全场 温然 当初我是给过你机会的 你现在想后悔 恐怕晚了 一阵唏嘘声响起 陪忘的自负心理被充分满足 当然 如果你肯跪下来求我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陪忘的声音落下后 全场鸦雀无声 秦婉拽了拽陪忘的袖子 面上没有丝毫尴尬 仿佛她根本不是这场订婚宴的女主角 我点了点头 朝着舞台招了招手 陪忘大概以为我在喊她 抬起步子就要过来 我轻蔑地笑了笑 陪忘这是做狗做习惯了 我招招手就想来 只是不等陪忘走一步 秦婉就已经拎着裙摆 喜滋滋地朝我小跑而来 陪忘身形一顿 面上不可置信 可她的语气满是焦急和不安 晚晚回来 在众人惊诧 错愕和不解的目光中 秦婉站定在我的身边 秦婉拉起我的手 亲密地撒娇 然姐 你要是再不来 我真的以为自己要嫁给这个渣男了 我抬手抚了抚起碗柔软的发顶 笑着说 怎么会 我仰起下巴 眼神直直的刺向 早已愣神地陪忘我 一字一句 不假思索 陪忘 没想到这些年 你还是这么没长进 订婚宴成了一场闹剧 陪忘颜面扫地 来参加订婚宴的宾客 兴兴离去 窃窃私语不绝于耳 媒体记者们兴奋地捂弄着摄像机 保镖们根本来不及阻拦 我享受着陪忘从高处滴落谷底的表情 他的眼睛仿佛冒着火 神情看起来也是前所未有的凶狠 不等他发作 陪忘的助理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满座宾客早已离去 整个会场只剩我们三人 助理甚至没有衍生 他着急地看向陪瓦 陪总 股东们正在公司召开董事会 喊您过去 陪忘领眉 我有点想笑 又实在是觉得不合适 我只能故作关心地开口 陪总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 陪忘一动不动 脚下如同惯了签助理的意思 在明显不过 股东们这个时候 要求召开董事会 目的就是罢免他执行董事的身份 等于变相架空他的权利 至于为什么股东们的意见如此统一 自然是我和齐燕部的局 那些陪忘突然拉来的投资 都是我们私下受益的 如今那些股份早就转到了齐燕名下 说起来 齐燕的股份甚至已经达到了70% 聪明反辈 聪明物 陪忘自以为多找些散户分股 就可以继续把持整个公司 可是资本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啊 齐燕赶到现场时 陪忘早已狼狈地坐在地上 养不熟的狗终于成了丧家之犬 我轻叹了口气 陪忘满眼通红地看向我 聪明如陪忘 事到如今 他应该什么都明白了 我居高临下地 看着早就不爱的男人 其实我给过你机会的 可是你一次都没有珍惜呢 我扔下话 大不留心地离开 身后的哭声 大概是陪忘低声地忏悔 我一共给过陪忘三次机会 第一次是他把秦婉带到我面前 他不知道秦婉是我的人 他错失了一次机会 第二次是我霍峰影后的颁奖典礼 他失约了 他答应过我 那天要亲眼看着我捧起奖杯 他又错失了一次机会 第三次是我在酒吧问他还要不要订婚 他拒绝了 他甚至还当众挑衅我 他终于错失了最后一次机会 走出会场 我呼吸着新鲜空气 几个月来沉重烦闷的心情一扫而空 秦婉唧唧喳喳地在我耳边说个不停 但很快就被经纪人抓去了片场 齐燕不紧不慢地跟在我的身后 他一声不吭 气压极低 完全没有打了胜仗的喜悦 我疑惑地看向齐燕 他眨巴着勾人的桃花眼 眼底盛满了我的影子 下次不要穿这么好看了 齐燕撇了撇嘴 我正愣住 我会忍不住把你藏起来的 齐燕勾了勾唇 俯身凑近了我的脸 灼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鼻尖 他继续说话 声音浅浅动听 太子爷的位置给我了 男朋友的位置呢 我的身体一阵酥麻 心里像是被挠了一下 我只能硬着头皮看你表现 陪旺退出了陪氏集团 陪氏集团和QY科技正式合并 新公司剪彩那天 我推掉了齐燕的盛情邀约 但还是被他声拉硬拽地带 去了晚上的宴会现场 离开片场时 导演朝着齐燕几眉 梦衍眼神里 满是我看不懂的 加油 鼓敬 是的 在我被封杀那段时间 大部分资源被我悄悄转给了秦婉 而我早就联系上了国际知名导演 签约了一部大制作 现在已经顺利开机了 晚宴过后 陪旺就等在门口 他低落的样子 像极了我第一次见他的那天 那个时候 他失去了父母 失去了家 我也曾想要成为他生命里的一束光 我与他擦肩而过时 被他拉住了手腕 他哑着嗓子 冉冉 你再看我一眼好不好 齐燕的脸色 疏地冷了下来 掰开了陪旺的手 他不悦地抽出手帕 慢条丝里地擦着我被陪旺触碰过的地方 什么脏东西 别来沾边 他的语气轻挑 却不容智慧 我玩耳一笑 拉着齐燕的手 快速离开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 分手是我的预谋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布局的呢? 那是一次大学同学聚会 我刚从洗手间回来 包厢内热闹无比 大家有意无意地捧着陪旺 我勾了勾唇脚 正准备推开门时 陪旺一脸焦急地接着电话走了出来 他甚至没有给我一个眼神 我有些迟疑 还是跟在了他的身后 大概是这个电话太过重要 陪旺甚至没发现我就在他身后的不远处 他说 我知道了 我会让温然付出代价的 当时的我如坠冰枯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付出代价 我也不知道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左思右想了很久 终于想起了那个被我遗忘在角落里的人 那个被我早就遗忘掉的陪旺的白月光 确切的消息送到我面前时 我恍然大悟 这些年 陪旺的白月光在国外过得并不好 甚至被家暴致死 他的父母破产是因为贪念过重 却附和不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 他被父母卖到了国外 他的老公常年殴打他 甚至让他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这些年 他一直在和陪旺联系 陪旺不是没想过把他带回来 可他拒绝了 他告诉陪旺 我才是伤害他的罪魁祸首 让陪旺替他报仇 他的不幸 他的死亡都被陪旺强加在我的身上 原来早在他的白月光离开时 他就已经急恨上我 所以在遇到秦婉时 才那么迫不及待地露出爪牙向我出手 当初看到消息时 我忍不住一阵恶寒 他的白月光是我的死对头 从小到大和我攀比 他的父母重男轻女 我的父母视我如珍宝 强烈的差异 让他逐渐扭曲 就连和陪旺在一起 都是为了打击报复我 他知道我喜欢陪旺 故意接近他 可这一切 陪旺根本不知道 秦婉能够出现在陪旺面前 是我的故意安排 第一眼见到秦婉时 我也差点以为他就是那个人 那是在一场商务饭局上 秦婉是服务员 却被几个油腻肥胖的投资人拦住了去路 他们言辞难听 动作轻浮 我冲了上去 把他救了下来 他说要报答我 命运的齿轮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动 遇到秦婉没多久 我就发现了陪旺的真面目 几个月前 我安排秦婉和陪旺偶遇 陪旺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陪旺找了一个看似无法拒绝的理由 他说我经常通宵拍戏 太过辛苦 给我再安排一个生活助理 可我的工作室助理岗位已经有三个人了呀 陪旺让秦婉待在我身边 我知道他是故意恶心我 而我让秦婉潜伏在他身边 是我的第一步计划 那天之后 我迅速给远在国外的父母打了电话 温氏的大部分资金被成功转投到海外 温氏成为一个空壳 我又将秦婉出现的时机 安排在了温氏集团和陪氏集团 大部分合约到期的日子 你看 毁掉一个白眼狼 只需要像我这样 空手套白狼就可以了 我突然想起当初和秦婉和秦燕达成合作时 他们都问过我一句话 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心思 就为了分个手 我当时笑了笑 没有说话 可骄傲如我 即使是握不住的杀羊 都要羊得好看一些 不然白握了这么多年了 翻外秦婉的回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温氏本人 我激动的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我觉得温氏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 为了多看几眼温氏 我特意和领班申请换到了温氏所在的包厢做服务员 但我没想到 我会被饭桌上几个油腻大叔调戏 我紧张地往包厢的角落里钻 想要躲避那几个人的触碰 我急得都快哭出来了 可饭桌上的人都在肆意哄笑 看戏一样不管不问 只有温氏拎着酒瓶子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他将酒瓶狠狠地砸在了那个带头调戏我的人的头上 我吓傻了 那一刻 温氏成了我心中的神 他把我带回了他的一个小公寓 让我安心住着 他说为了那些人不再找我麻烦 让我以后跟着他干 可那天他从同学聚会回来后 状态很不好 我发现他很难过 我想帮他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丈夫很早就去世了 女人靠捡垃圾辛苦供儿子上了大学 和亲家见面时 准儿媳的父亲对他家的条件百般嫌弃 女人为了子也只好陪着笑脸 忍受着屈辱 但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他竟然收到了一百万的转账 而这笔钱竟然是亲家公赚过来的 女人彻底猛了 女人叫刘丽娜 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家庭主妇 她的家庭曾经也是美满幸福的 丈夫非常爱她 两个人还有了一个可爱听话的儿子周立超 但是好景不长 在儿子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她的丈夫忽然意外受了重伤 为了治病 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 甚至卖掉了房子 但是人还是没有 就回来参加完丈夫的葬礼之后 刘丽娜回到家 抱着周立超大哭了一场 从那以后 刘丽娜就再也没有流过眼泪了 她知道作为母亲 自己必须坚强起来 这个家只要还有她 还有儿子 就没有散 为了撑起这个家 从来没有上过班的刘丽娜 不得不开始出门赚钱 因为文化水平不高 她只能找到一些临时性的小时工 每天的收入并不多 为了能够让儿子吃穿不愁 安心学习 她天不亮 就会出门去附近的小区里翻垃圾桶 因为那个时间人少 可以多捡到一些能卖钱的废品 等到送完儿子上学 她就去开始保洁员的工作 晚上趁儿子写作业的时候 她还会去楼下的饭店后厨帮忙 等到周立超寒暑假的时候 她就会把她送回老家的公公婆婆那 然后找个给假期看护班做饭的工作 公公婆婆把她的辛苦都看在了眼里 他们非常心疼这个懂事的儿媳 他们也不止一次地提过 让刘丽娜再走一步 找个好人就嫁了 这样还能过得轻松一点 但是刘丽娜却拒绝了 她说自己的心里现在只有周立超 她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把她拉着长大 读上大学 如果再婚的话 她怕周立超会受欺负 而且她也根本没有再婚的想法 就这样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刘丽娜每天都在辛苦地工作着 因为过度的操劳 本来还算年轻的刘丽娜 脸上已经提前出现了岁月的痕迹 但是这些她都毫不在意 邻居的大娘见刘丽娜如此劳累 也曾经劝说过她很多次 小刘 你一天天干这么多活 也不知道休息休息 这要是哪天累坏了身子 你家立超可咋办呢 没事的大娘 我这身子骨好着呢 不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吗 我这就当是锻炼身体了 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赚钱 不 比花钱去健身房强多了 看着刘丽娜笑呵呵的模样 大妈摇了摇头 你这个傻孩子 可真是命苦哦 刘丽娜非常会来世 而且为人热心 经常帮助邻居 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所以周围的邻居都很喜欢她 也知道这娘俩不容易 谁家做了好吃的 或者有买多了的东西 都会给他们娘俩送来 在刘丽娜出去兼职干活忙的时候 也经常帮她照看周立超 而周立超也是一个非常聪明懂事的孩子 她把母亲的辛苦都看在了眼里 她不想让母亲失望 于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 她想要将来学出一番成绩来 然后让母亲跟着她享福 周立超的努力没有白费 从小学到高中 她基本上每次考试都是年级里的前十名 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 一次又一次地上前领取儿子的奖状 那是刘丽娜最开心的时候 学校里的老师对他们家的情况也非常了解 加上周立超学习好 还不惹事 自然给了她更多的照顾 你家立超可真是好样的 你这个当母亲的功不可没呀 面对老师的夸奖 刘丽娜都只是笑笑 我就是个没文化的女人 还不是因为老师教得好 家长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你做得已经足够好了 从立超身上就能看出来 她有很多优点 又诚实又踏实 还非常有毅力 将来一定差不了 老师的话让刘丽娜更加坚定了信心 老师都说儿子差不了 那自己更不能扯儿子的后腿 要给他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 所以在高三的时候 面对高考的压力 她毫不犹豫地为儿子花钱办理了住校 因为担心儿子舍不得花钱吃饭 每次儿子回家他 都会给他足够的零花钱 还经常做儿子爱吃的菜 给他送去学校 周立超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他自然明白母亲的苦心 他知道只有加倍努力学习 才能不辜负母亲为自己付出 而最终他也不负众望 考上了一所国内排名前十的大学 周立超明白自己上大学的学费 对于母亲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 所以开学前的那个暑假 她都是在兼职赚钱 但是在送她去开学报道的时候 刘丽娜还是把学费全额转给了她 你兼职赚的钱就自己留着花吧 上了大学毕竟不比在家 妈也不能再去给你送饭了 你想吃点什么就买 别亏待了自己 分别的时候 母子俩抱在一起 哭了很长时间 回家之后 家里就只剩下刘丽娜一个人了 但是她每天更忙碌了 周围的邻居们见了都劝她 你现在儿子都已经上了大学了 等到毕业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你也该谢谢了 每当这个时候 刘丽娜都会笑着跟他们说 丽娜以后还得结婚哦 我就是想着趁着身子骨还硬朗 赶紧帮她攒下来点彩礼钱 要不我怕到时候让人嫌弃啊 没想到还真让刘丽娜说准了 当周丽娜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的时候 刚一见面 女友就皱起了眉头 这个漂亮的女朋友是周丽超大学毕业后 就职公司的老板的女儿 当初周丽超毕业之前 就凭借非常优秀的成绩被这家公司提前录取 然后几年的时间里 因为出色的表现获得了老板的赏识 而老板的女儿韩玉婷恰好也刚刚毕业 隐瞒身份进入到公司里接受锻炼 从小到大 见惯了顽固子弟的她 很快就被周丽超身上特有的干劲和毅力所吸引 在韩玉婷的主动示好之下 尚未谈过恋爱的周丽超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两个人成为了一对情侣 不过当时周丽超并不知道女友的真实身份 韩玉婷也只跟她说自己是个普通家庭的孩子 所以当时周丽超带她回家见自己母亲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当刘丽娜得知儿子几天后会带着女朋友回去看她的时候 刘丽娜可高兴坏了 那天她特意提前请好了假 准备了好多平时舍不得买的食材 等着未来儿媳的到来 但是韩玉婷刚刚进屋 就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屋里怎么有股酸溜溜的味道 韩玉婷不由地捂住了鼻子 刘丽娜顿时紧张了起来 因为她知道这股味道的来源是什么 为了给女方留下一个好印象 她昨天刚刚把家里所有的废品统统卖掉了 但是因为家里的角落长期堆放废品 那种味道是很难散去的 就算是刘丽娜还特意喷了空气清新剂 但是第一次来的韩玉婷还是察觉到了 而周丽超因为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下生活 并没有觉察到异样 什么味道 我怎么没有闻到 周丽超疑惑地问 女友刘丽娜连忙岔开话题 拿出一瓶提前买好的饮料递给两个人来 你们两个先喝点饮料 饭菜马上就好了 周丽超见母亲又进了厨房 就拉着韩玉婷坐了下来 我好像知道是什么味道了 丽超 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从前也没听你说起过 提到这个 虽然周丽超并不觉得母亲的工作有什么丢人的 但她还是有些张不开口 自从我爸去世以后 我妈就一个人拉扯我长大 为了能供我读书 她干了好几种兼职 每天从早忙到晚的 但是周丽超并没有提及母亲减肺品的事情 很快 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 都是周丽超爱吃的菜 韩玉婷毕竟是有钱人家的女儿 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过了 所以为了表示礼貌 只是简单地吃了几口 加上这里的味道 让她感觉很不舒服 没做多长时间 韩玉婷就告辞离开了 言语中对刘丽娜还有些嫌弃 见到母亲似乎不怎么开心 周丽超把女友送走之后 又特意返回了家中 妈 我没想到婷婷是这样的人 你别生气 我可只有你这一个 妈 这媳妇我可以再换 但刘丽娜却非常反对 儿子 你要记住 妈能陪你的时间不多了 媳妇才是以后跟你过一辈子的人 还好 韩玉婷并没有因为这件事 而跟周丽超分手 因为她清楚 自己以后是和周丽超一起生活 大不了以后少过来这边 但是韩玉婷的父亲韩涛 在听说了这个情况之后 却开始了极力反对 她觉得两家的家庭情况差距实在太大了 见女儿不听劝 韩涛亲自登门来找刘丽娜 在和刘丽娜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韩涛的语气中 一直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妹子 你说咱们两家的孩子在一起般配吗 听到这话 刘丽娜并没有生气 而是正色地说 我的儿子很棒 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顶尖的大学 找到了好工作 而我一个女人 为了孩子可以从早到晚达好几份工 我问心无愧 你们家确实很有钱 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般配的 刘丽娜的反应让韩涛很是意外 她没有想到周立超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母亲 竟然如此有骨气 但是这也并没有改变她的初衷 她这次和刘丽娜见面 其实并不是想拆散周立超和韩玉婷 而是另有目的 你说的话 我也同意 李超是个好孩子 我也佩服你所做的一切 不过结婚毕竟讲究的还是门当户对 我也可以同意他们的婚事 甚至不需要一分钱的彩礼 不过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就是我要求李超入坠到我们家 以后的第一个孩子 也要信韩涛说完特意停顿了一下 等待刘丽娜的反应 刘丽娜并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看向了一同前来的儿子 见儿子低下了头 刘丽娜自然也就明白了儿子的选择 李超同意 我就没有意见可以见到 目的达成 韩涛也没打算多坐停留 转身打算离开 忽然他又回过头来 刚才失了礼数 还不知道亲家母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丽娜 刘丽娜的话音刚落 韩涛忽然皱起了眉头 然后猛地转过了身 你的丈夫该不会是叫周英智吧 韩涛试探性地问道 对啊 你怎么知道的 是立超跟你说的吗 刘丽娜有些疑惑 立超的父亲是不是在25年前去世的 当时是因为一场车祸受的伤 刘丽娜更奇怪了 这件事 她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起过 就连儿子也只是知道 父亲意外受伤去世的 而车祸的事情 她是怎么知道的 刘丽娜虽然没有回答 但是她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韩涛满脸激动地走了过来 然后用力地握住了刘丽娜的手 久久不愿放开 我总算是找到你们了 立超的父亲当时都是因为 就玉婷才受伤的呀 说完 韩涛向刘丽娜讲述了当初发生的事情 那天 韩涛的妻子带着刚刚一岁多的韩玉婷 出门游玩 但是调皮的韩玉婷 趁母亲买东西的时候 偷偷溜走了 发现女儿不见了之后 她的母亲吓坏了 连忙四处寻找着 过了很久 她都没有发现女儿的身影 正打算报警的时候 忽然见到十字路口围了一群的人 听说是有个孩子被车撞了 她连忙冲了过去 分开人群 她发现女儿正坐在路边 哇哇大哭 而前面的地上还有一滩血 可是她仔细查看了一下 女儿身上并没有伤口 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她听旁边的围观群众说 是一个男人在危急关头推开了韩玉婷 而那个男人却受伤严重 被救护车拉走了 回到家后 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韩涛说了一遍 两个人连忙各个医院打听有没有接收到车祸的病人 可是等他们找到地方之后 人已经离开医院了 只是知道了男人的名字叫周英志 家属的名字叫刘丽娜 等到他们再辗转确定了家庭住址之后 发现房子已经被卖掉 人已经搬走了 时隔这么多年 终于见到救了女儿一命的恩人家属 韩涛的情绪激动极了 刘丽娜其实也并不知道丈夫出车祸的具体情况 因为当时丈夫根本没有醒过来就去世了 她现在终于知道了那天的真相 她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 不知不觉间眼泪流了下来 这也是缘分啊 我相信我的丈夫如果知道 她救下来的那个女孩到最后成了儿媳的话 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妹子 我收回之前说的话 我不会让利超入赘了 以后他们的孩子也一定要姓周 跟我的恩人一个姓 之后 韩涛一直想让刘丽娜搬到他们的别墅一起住 但是却被拒绝了 她离不开 这里的一切她都放不下 这里有和儿子多年的记忆 还有热心帮忙的邻居们 韩涛见刘丽娜执意留下 也就没有强求 再次千恩万谢之后离开了 第二天 刘丽娜收到了一条银行的收款信息 提示到账一百万元 她知道这肯定是韩涛转过来的 连忙打电话过去 想要拒绝 但是韩涛却说 自己女儿的命可不止这一百万元 也是感谢她把她的女婿培养得这么好 如果她要是再拒绝 那她就不再同意这门婚事了 刘丽娜知道韩涛这肯定是开玩笑 但是也明白了韩涛的态度 只好收下了这些钱 周立超和韩玉婷的婚礼上 韩涛再次向大家讲述了这个感人的故事 现场的亲友们无不感叹 为了周英智的见义勇为 也为两位新人的缘分 而新婚之夜 韩玉婷拿出了婆婆给的改口费红包 拆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一张银行卡 而卡里正是那一百万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救援骗局 我老公因为就一条狗死了 肇事者却在警察面前装无辜 法院判他无罪 他还委屈哭成一朵白莲花 既然法律不给我公道 那我自己讨回这份公道 那天我们去装空调 有个女孩求我们救人 说她妹妹从楼到栏杆爬出去 爬到空调架上了 我老公怕孩子有危险 赶紧爬到护栏外面 可等爬到空调架上才发现 那根本不是什么妹妹 而是一只小狗 她说哪有孩子只有狗 结果那女孩说 那麻烦你把狗狗救上来 我怕你听说是狗就不救了 谢谢你 好心人 我当时一听这话 只觉得肺都要气着 我老公进退两难 也只能先救那条小狗 谁知道小狗受了惊吓 来扑咬我老公 他脚一滑 从空调架摔下去 我们是专业装空调的 本来有护具拴着栏杆 我却亲眼看着那栏杆直接断了 砰的一声 我惊慌地朝她伸出手 却根本来不及抓住她 眼看着她往楼下坠落 又是砰的一声响 我整个人都疯了 女孩一看我老公坠楼下 得赶紧跑了 我竟然没去追她 脑子里全是空白 傻傻地去按电梯 不停地安慰自己 不会有事 可我手脚都忍不住颤抖 呼吸也开始急促 我想哭 却告诉自己不要哭 我怕不吉利 等来到楼下的避难层 就看见老公摔在那 他没有流血 表面看着好好的 我跪下抱着他 尝试叫他名字 可他闭着眼睛 怎么也不回应我 明明我告诉自己不吉利 却还是忍不住掉眼泪 叫救护车使手都在颤抖 差点拿不稳手机 送去医院 医生说他摔断了脊椎 很难就回来 让我赶紧先往医疗卡里存钱 我整个人犹如遭遇了晴天霹雳 好像世界的一切都慢下来了 安安静静地 脑子里全都是 今天出门时 我说耳朵 老公搓热了手 给我暖耳朵 我还心疼他手粗糙了 说要给他买护手霜的场景 那就是我们最后的浪漫 我存进了家里所有的存款 求医生一定要就回他 可当我在手术室门口 一直等到医生出来 他只能很遗憾地告诉我 他们尽力了 我的老公就躺在床上 一层白布盖住了他 我本来还在发愣 试图牵起他的手 期望着他的大手能握住我 我还傻傻看着他手指上的昏戒 直到他的手毫无力气滑落 我终于没忍住 嚎啕大哭 哭得撕心裂肺 好痛好痛 那种窒息的感觉 怎么也喘不过气 心脏跳得好痛好痛 我抹着眼泪说 你为什么倒下了 你能不能起来 你以前最怕让我哭了 他总是舍不得我哭 总会帮我擦去泪水 可是再也没有帮我抹眼泪的人了 我只能把脸蹭在他的大手上 假装是他在抹去我的泪水 可那手好冰 一点温度也没有 那女孩跑了 但是警察替我把他捉回来了 他被抓后 在警察局里哭 哭得眼睛都肿了 他说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自己委屈吗 我看他是专业的 我才让他帮忙去救狗狗栏杆 断了是物业的事 和我有关系吗 我好像个泼妇 冲上去扯他的头发 用力扇他耳光 他吓得大叫警察救命 派出所里很乱 我被警察们扯开了 他又开始大哭 说他是无辜的 警察让我不要冲动 可以提起诉讼 我死死看着这个婊子的脸 我好想把他杀了 再和我老公一起去死 可我又想起了孩子 他已经没有了爸爸 还在等妈妈回家 要是连我都没了 谁来照顾他最后的骨肉 我只能企图法律给我公正 但法律没有 当我把他告上法庭 法院却认为 是我们自己要爬出去的 负有一定责任 他做错了 但他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他一天的劳也不用做 只负民事责任 最终判决是我们自己承担一半责任 他和物业共同担责 各承担百分之二十五 轻轻地一指 判决彻底压垮了我 我看着法官严肃的脸 忽然在想 我好傻 我在等什么呢 我不在乎他赔多少钱 我要他的命 当我从法院出来 傻傻地看着那女孩往外走 他今天打扮得很小巧 像个精致的少女娃娃 一堆亲朋好友围惧在他身边 心疼他的遭遇 安慰他不要难过 他们到了马路边等车 我忍不住追过去 公交车来了 他回过头红着眼睛和我说 这下你满意了吗 我都跟你道歉了 我爸妈那么不容易 却要赔十几万 我真后悔找你们帮忙 明明是你们自己 他的话没能说完 因为我看车来了 直接把这婊子推到了马路上 公交车紧急刹车 我看见他到了车底下 心里满满都是痛快 我早就该这么做的 为什么还要傻傻等着他 家里人都急坏了 他妈扯着我头发 他爸用拳头使劲砸我的背 我掏出手机 使尽全力砸他妈妈的脸 往鼻梁和眼眶上砸 我告诉自己 我要抽死这对老不死的夫妻 使他们养出了一个败类 法院门口乱成一团 大家都赶紧来拉架 还有人把女孩扯了出来 我本以为能看见一具尸体 可他没事 他没被车轮压到 却吓得脸色苍白 当瞧见他还活着 我心都绝望了 有法警摁住了我 让我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 我的人生全被他毁了 他一家人特别愤怒 说欠我家的赔偿不给了 否则的话 他们会追究这件事 让我也去坐牢 有律师一个进叹气 说我太不理智 这么一推 把十几万给推没了 没有人懂我 我不在乎那十几万 我要的是一个公道 我看着他一家人上了车 忽然想 既然法律不给我公道 那我自己讨回这份公道 是时候自己动手了 我回到家 给我和孩子 报名了去东南亚玩的旅行团 又给在国外打工的亲戚打电话 问他能不能来接我 亲戚知道我的处境 他沉默了很久 让我不要冲动 我说我没有退路了 他终于给了我答复 让我把房子卖了 他能花钱帮我解决在国外的拘留问题 我没有犹豫 联系了中介 便宜挂我的房子 结果中介很开心 根本不挂上去 直接自己掏钱跟我买了 换房本的时候 我忍不住掉了眼泪 记得我们买这套房的时候 我刚怀孕 老公把我抱在怀里 好温柔地摸着我的肚子 说家具要用好一点的 他怕甲醛对我身体不好 我们房子不大 在我坐月子和哺乳期的那段时间 他怕吵到我睡觉 总是偷偷摸摸爬起来 去外面的走廊上洗床单换尿布 他不敢让我劳累 怕我患上腰痛的毛病 他是那么好那么好 虽然他很穷 却能给我一个安稳的家 让我做个幸福的小女人 如今我却什么都没守住 亲手卖了他给我留下的回忆 中介有些慌 担心地问我 是不是反悔交易了 我摇摇头 签上自己的名字 一切都安排妥当 我已经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 但是没关系 一个好男人被伤害的时候 他的妻子应当讨回这份公道 哪怕是走上绝路 对我而言 这才是夫妻相濡以沫 当他毁了我的避风港 我只要他以命尝命 旅行团出票了 周五早上七点的飞机 五点多就要到机场 我一直等到周四的晚上 把儿子托付给娘家 骗父母说我今晚有事 让他们帮我第二天 把孩子送去机场 交代完小孩的事 我在家翻出了一把菜刀 又觉得太大了会被发现 于是我换成水果刀藏在自己的包里 我带上老公生前用的护具 就去了那个女孩的家 我一直在和他打官司 太了解他了 他叫赵丹丹 就住在我们之前装空调的那个小区 房号是1104 那就是我老公摔下去的楼层 小区有保安 但是地下停车场没有 我进了车库 在楼洞口一直等着 等到有人出来 借机溜了进去 来到十一楼 已经是半夜十点半 小区里安安静静的 这里的栏杆已经被换了 新的1104是尾层 我把护具绑在自己身上 又从栏杆爬了出去 那就是我老公之前衰落的地方 我忍不住往下看了看 避难层在七楼 他当时就是躺在那 我又湿润了眼眶 擦擦泪水 小心翼翼往楼的侧面爬 楼的侧面又进入赵丹家的窗户 但是没有栏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一点也不怕 要是掉下去了 大不了我和我爱的人一起离开这个人世 站在栏杆外 晚风吹过 我看着下面的深渊 没忍住笑了 赵丹丹 法律没来找你 但你开窗 我来了 我纵身一跃 想抓住窗炎 但是没能抓住 摔了下去 护具牢牢固定住了 我这新患的栏杆很结实 我又爬上去 重新朝着窗户跳了过去 失败 再是失败 再是我跳第五次的时候 终于抓住了窗炎 我使劲地往上扒拉 用脚尖顶着瓷砖的凸起 用脑袋去顶窗户 谢天谢地 他家没有关窗户 留着窗口通风 窗户打开了 我爬进去 解开自己的护具 成功潜入了房间 房间里黑漆漆的 但是透过门缝 可以看见外面的客厅还亮着灯 我趴在门口 能听见那个赵丹丹在和人打电话 他一直在和人哭诉 我听了好久才听明白 他爸妈不在家 因为要赶飞机去外省 去他大学里求情 他这次的事情被捅到了学校里 学校认为影响很不好 想让他退学 但是他家认为孩子没有行事责任 学校这是无理取闹 剥夺了他读书的权利 所以还在和学校争执 赵丹丹一边打电话一边哭 仿佛自己承受了天大的委屈 终于 他打完了电话 我在屋里苦苦等着 听着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当房门被推开 我喊了句 贱人 赵丹丹惊地回过脸 那脸上满是惊恶 而我已经把水果刀滑在了他的脸上 他的脸上顿时满是鲜血 一道大大的伤痕将他精致的脸彻底变为丑陋 他吓得发出尖叫 转身想要逃跑 而我抓住他的头发 使劲地往门上砸了两下 赵丹丹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脸 想用力撞开我 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突然 我感觉脚上一疼 终于放开了赵丹丹 一阵狗吠 低头看去 是当初爬到空调架的小狗 这小博美也许是感应到了主人的危险 用力咬着我的腿 我冷冷看着狗 这就是一切事情的起因 我看的不是小博美犬 我看的是逃跑的赵丹丹 他就是那条健狗 我哪里会让他逃走 一脚踢开了博美 他顿时吓得钻进了沙发底下 我追在他身后 但是他家的客厅 有许多杂物 电视机旁边还有一堆箱子 赵丹丹逃跑的时候 推倒了箱子 这些箱子挡住了我的去路 当我绕开的时候 他已经跑到了厨房里面 拿着一把剁骨刀冲了出来 他脸上还流着血 握着剁骨刀的手在发抖 谢斯底里地对我吼 来呀 你来呀 你这个败类 我都和你道歉了 你为什么还要阴魂不散地缠着我 我冷冷地看着他 才发现自己面对他的剁骨刀 一点也不激动 原来人在走到绝路的时候 真的一点也不怕死 我知道自己武器不如他 我这水果刀 没法将他一刀毙命 而他手里的剁骨刀 要是砍在我的身上 这个贱人 只会被判正当防卫 第二次大摇大摆地走出法院 客厅里的灯光照在那剁骨刀上 刀锋反射着一缕寒光 仿佛宣告着 要剁碎我的骨头 我看着他猙獰的脸庞 忍不住笑了 好啊 要么你死 要么我死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 你不死我睡不着 这是一场博弈 堵住是命 餐桌挡在我和赵丹丹之间 我借助着餐桌和他绕圈 只要他朝我追过来 我就朝餐桌的另一边绕过去 多么像电视里滑稽的场面 但要是失误了 付出的代价就是命 赵丹丹好似发颠的婊子一样 他绕着追了两圈 眼看追不上我 突然就放弃了机会 握着刀朝大门口跑去 我哪里会给他这个机会 我拿起餐桌上的一个碗 直接朝着赵丹丹的脸砸了过去 赵丹丹跑得并不快 碗针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打得他亮呛了一下 差点摔倒 我抓住机会 一把从餐桌旁的酒柜 扯起了一瓶没开封的白酒盒子 抱在怀里朝他扑了过去 赵丹丹慌乱地尖叫 他的尖叫声 好似杀猪一样难听 和他的人格一样令人作呕 他手里乱挥着 那剁骨刀已经剁了下来 但是白酒的盒子太大 那剁骨刀劈在白酒盒子上 我听见里面有砰的声音 应该是瓶子被砍破了 可是剁骨刀再也拔不出来 我直接一刀刺进了赵丹丹的腹部 再将刀拔了出来 赵丹丹疼地捂住肚子 一边痛叫一边倒在了地上 我不懂打架 但我懂得用刀子 我不是小女孩 我在厨房里为孩子和老公 做过那么多年的菜 这种踢的剁骨刀离他越近 他能发挥的威力就越小 因为太近了 根本还来不及使出力量 在厨房里剁骨头的时候 都是高高将剁骨刀举起在落下 从来不像普通菜刀 轻轻举起就能锋利地切开食材 他只是挑了把看起来很可怕的刀子 又重又不够锋利 其实还没普通菜刀好用 蠢货赵丹丹 坐在地上吓得发抖 他捂着肚子 地板上还湿漉漉的一片 原来是他吓得尿了 我抓着他头发冷笑着说 贱人 你以为毁了别人的家庭 说句对不起就能过去了 他捂住脸 哆哆嗦嗦地说 姐 我错了 我赔你钱 我真错了 你不知道错 你现在道歉是因为你怕死 你从来不知道错 你真恶心 你毁了我和我老公 让你死才是平等交易 现在你装什么呢 你死了吗 你还好好活着 我脱下了他的袜子 往他嘴里塞 他不肯张嘴 我狠狠扇了他两个耳光 他总算张开了嘴 把他嘴堵上 以后我在他家里 找出他爸的皮带 把这娘们的手脚都绑了起来 赵丹丹全身被捆绑住 满脸都是惊恐 我居高临下看着他 很认真地与他说 我以前有个幸福的家庭 全都被你给毁了 你放心 我想杀你 但我也不想让我的人生背上杀人的罪名 我要跟你玩个游戏 就赌你的命 赵丹丹毁容 丑陋的脸上带着满满的惊恐 让我心满意足 我拿起他的手机 利用他的指纹解锁 看起了他和父母的聊天记录 他父母不在家 要赶去他学校 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不小 赵丹丹的学校都知道了 学校认为影响很不好 决定开除他的学籍 但是赵丹丹家里不服气 他们觉得自己女儿没有行事责任 学校无权开除 所以他父母还在外地 我笑了 轻轻地说 这一刀让老天爷决定 你活不活 我看过了 现在是晚上十点 你爸妈明天下午四点才回来 算上他们回家和送你去医院的时间 就算二十个小时 我们赌你能不能熬过二十个小时 如果你到时候还活着 这笔账就算轻了 是老天让你命大 如果你死了 你别难过 你只是付出了平等的代价 他崩溃地摇着头 我却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机会我已经给他了 看他自己的命够不够硬 砰砰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我顿时一惊 想不到这么晚了 还有人上门 难道是赵丹丹的男朋友 外面响起了敲门人的声音 是个男人 赵小姐 我是物业的王经理 我带东西过来了 物业 我想不明白 这大晚上十点物业跑来他家干什么 我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又翻起了赵丹丹的手机 在微信里搜索物业两个字 果然看见了联系人 上面写着物业王经理 点开他们的聊天记录 愤怒在我的心中一点点扩大 怒意滔天 赵小姐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正好我们之前做活动还剩下很多礼品 我带一些去你那好吗 是我要谢谢你们的一万块钱 我换新手机了 哈哈 嗯 之前投诉过栏杆的事 还请你千万不要说出去 哪怕当茶余饭后谈也不行 谢谢你的配合 我等会儿就送礼物上去 我呆呆地看着手机 只觉得头晕目眩 我喃喃道 什么意思 什么之前投诉栏杆物业为什么要给你一万块钱 赵丹丹脸上的惊恐更加明显 我使劲往上翻 却发现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被删得干干净净 这一段记录我能看到 也是因为这是刚刚才聊过的 我一把抓住她的头发 恨得说话都在发抖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栏杆不稳固和物业投诉过 不然人家好端端 为什么送你钱 赵丹丹使劲摇头 但脸上的慌乱已经说明了一切 贱人 她一早就和物业投诉过栏杆的问题 物业却没及时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 她竟然还骗我老公出去就一条狗 事发之后 仅仅因为一万块钱 她再次泯灭了良心 跟物业同流合污 隐瞒了这个事实 不对 不是泯灭了良心 她从来都没有良心 外面的人还在敲门 我将水果刀顶在她的脖子上 拿掉她嘴里的袜子 冷冷说 告诉她 你在洗澡 让她十分钟后再来 敢多说一个字 我宰了你 赵丹丹不敢反抗我 她哆哆嗦嗦地与外面讲 我在洗澡 你十分钟后再来 敲门声戛然而止 那王经理听过后 很客气地说 那赵小姐 我十分钟后再来 您不着急 事发突然 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 我寻思一会儿 再次堵上了这个女人的嘴 将她拖到了这客厅的仓库里 然后我拿来拖把 将刚才地上的水渍和血迹打扫干净 我完全可以让物业明天再来 这样我就能平平安安离开 但我偏不 我本以为我的仇人只有她 现在看来我错了 物业跟她狼狈为奸 都是害死我老公的凶手 今天弄死一个是弄 弄死两个也是弄 这样才得以慰藉她的在天之灵 我要做得准备工作不少 打扫完血迹和尿渍之后 我不再用水果刀了 因为我已经身处赵丹丹家里 我不需要再隐藏 我去厨房拿起了菜刀 并且把其他所有刀都藏在了柜子里 因为在这个屋子里 只能由我一人占据着主导位置 考虑到我和赵丹丹的面容不一样 我又从她浴室里 拿来了一张面膜贴在脸上 至于发型的不一样 我选择用发箍把头发捆了起来 我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 为了再谨慎点 我关闭了屋里的大多灯光 只留下浴室的一盏灯 让屋里显得很昏暗 这样一来 想必那王经理第一眼 怎么也看不出问题 做完这些 我来到了门后静静等待 没等多久 再次响起了敲门声 扑通扑通 我心跳越来越快 那是一个成年精壮男子 他的威胁性远远大于赵丹丹 但我已经无路可退 我打开了门 那王经理是个高高壮壮的男子 他被昏暗灯光下 我的面膜吓了一跳 然后笑着说 赵小姐再敷面膜呀 我只是点点头 不说话 他顺势走进来 把一堆礼品放在屋内 此时他背对着我蹲下身 我看见他手机也在礼品盒子上 估计是因为他用的手机很大 在裤子口袋里弯腰不方便 我怎么可能会错过这个机会 直接一刀朝着他劈了下去 可王经理的速度很快 他放好礼品起了身 要回头跟我说话 导致这一刀直接劈在了他的腹部 随后响起了砰的一声 不像人被砍中的声音 我心里预感要遭一个对讲机 从他的腰间掉落在地上 我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刀竟然劈在对讲机上了 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吓得大叫一声 而我再次举起刀 朝着他劈了过去 可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王经理非但不躲 反而还主动朝我凑了过来 他竟然用脑袋来顶我的刀 我的天 我不明白他在做什么 这一刀劈在他的头上 顿时鲜血淋漓 可他却借助着体重狠狠撞开了我 比起他 我的身形是那么小 犹如叶子一样被撞在门上 我下意识握紧了刀 我怕刀子撒手 那是我唯一的保障 我又死抓住门 不让他有机会逃走 王经理眼看逃走无路 急忙从客厅拿起椅子 一把又一把将椅子朝我丢来 重重砸在我的身上 木制的椅子砸在我的胸口 脑袋 胳膊 我疼得全身都感觉要断了 他砸完了椅子 马上跑去厨房翻找 但里面所有的刀早就被我藏了起来 距离厨房最近的是仓库 他当机立断 赶紧打开了仓库的门 他忽然吓得叫了声 卧槽 应该是赵丹丹吓到了 他 眼看着我提到朝他追来 王经理顾不上赵丹丹也在里面 赶紧躲进了仓库 妈的 刹那间我满心都是失落 我恨透了那个对讲机 明明本来有机会 我不敢犹豫 忍着痛暴来了一把椅子 顶在了仓库的门把手上 这样一来 门把手想往下按的时候 就会被椅子给顶住 但我不敢小瞧对手 这个王经理有些不对劲 他出乎我意料得很辣 我又使尽全力顶着餐桌 把餐桌顶到了门口堵死 我敢保证 这门是真被堵死了 因为我把餐桌往侧面推 餐桌一头紧紧挨着仓库的门 另一头紧紧挨着厨房的墙壁 这门已经不可能打得开 做完这一切后 我精疲力竭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喘着气 休息时 我实在疑惑王经理的行为 拿出手机搜了一下 才知道人的头骨很硬 当被人持刀伤害的时候 用脑袋去顶反而比用手脚去挡更靠谱 因为脑袋很难被劈开头骨 可手脚若是筋脉被砍断了 再也没有反抗的可能 这王经理明显不是个善茬 我想或许他来这儿当经理之前是个混社会的 否则怎么可能反应如此迅速 这时候仓库又响起了敲门声 是那王经理在说话 朋友 我们有事好商量 你是那秀空调师父的老婆 你听我一句劝 我听说你们还有孩子 你要是去坐牢了 孩子怎么办 我听着他的话 心里的恨更深了 他们也知道我有孩子 他们夺走了一个孩子的父亲 他们没有任何良知 现在却祈求我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我反悔了 我本来还想让赵丹丹煎熬二十个小时 把他的命交给老天 可当知道他跟物业做出这种事情时 我彻底反悔了 我回到厨房 打开柜子 赵丹丹家这个小区没有天然气 用的是煤气罐 我有了一个新主意 我剪断了煤气罐的橡胶管 拖着煤气罐来到仓库门口 然后蹲下身 把它拖到餐桌底下 我本来可以放一把火 这样王经理和赵丹丹都会死于火海 但我不能这么做 我知道这栋楼里其他人是无辜的 冤有投债有主 是谁害死了我老公 我就要谁付出代价 橡胶管有些硬 尺寸也有些大 没法从门缝底下塞进去 但是我不慌 我拿来了吹风机的风嘴 选了个最细的 然后用胶带把橡胶管绑在一头 风嘴那一头对准了门缝 我打开煤气罐 总算是松了口气 这些煤气会缓慢进入仓库 而它们无论如何都出不来 想到它们的报应 我很满意 我没有急着走 而是用手压着风嘴 让它一直顶着门缝 无论里面怎么跟我说话 怎么跟我求饶 我都当作耳边风 足足按了二十分钟 仓库里渐渐没声音了 我不会傻傻打开仓库门检查 但我也知道时间早已足够 我想了想 又拿来交代 将风嘴固定在门缝上 保证哪怕我离开了 煤气也会源源不断地进去 做到这一步 我才松了口气 是时候跑了 带着我的孩子逃到别的国家去 我打开房门 我傻傻看着栏杆 忍不住伸出手轻轻抚摸着 就是这里 我最爱的那个人 就是在这里和我永别了 我来到角落 黑暗的小角落 还有我之前留下的绳索 因为它太小太黑暗 而且又在栏杆外面 刚才王经理来才没有发现 我收起绳索出了小区 心情逐渐愉快起来 不由地想起了老公 一阵微风吹来 我闭上眼睛 知道那是 它在拥抱着我 我曾经读过一段话 我会化为天上的星星 陪你入眠到天亮 我会化为一股清爽的风吹拂过你的脸庞 我会化为突如其来的一场雨 淋湿在你身上 生与死 不能把我们隔开 你一定会感受到我的存在 今夜星空灿烂 晚风徐徐 是它在陪伴着我 是我对得起它这场婚姻的证明 我闭上眼 虽然没有雨水降落 可那阵温柔的风吹动着我的头发 轻抚着我的脸庞 好似它轻轻拥抱着我 抚摸着我的脸 亲吻着我的脸 我好想你 我最爱的人 我好爱你 你还会爱我吗 即使今晚我的双手染上鲜血 将来我到了世界的那一头 你还会把我当成那个人畜无害的小姑娘 永远保护着我吗 我睁开眼 看着那天上的星星 轻声说 我为你报仇了 我想你 我想念有你的每一天 哪怕是你离开的那天 时间已经是晚上一点 我回到家里装好了我的行李 在离开之前 我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新房主会找个时间搬进来 以后这套房子不属于我们了 但这里是我与他的回忆 我把每个地方都打扫得好干净 宛如我们刚搬进来的那一天 宛如那天 他把我抱在怀中 告诉我 我们有家了 那时候 我有句情话忍着没说 我想告诉他 天南地北有你就是家 当时我觉得羞耻 不好意思说出口 如果让我回到那天 我多么愿意抱着他 在他耳边说千次万次 我也不厌倦 当我打扫完 屋里空荡荡的 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大厅上悬挂着的婚纱照 看着老公的笑容 我也挤出笑容说 我们出门了 你太大了 我带不走你 他没有回应我 只是在傻傻笑着 我点起脚 痴痴地吻在了婚纱照上 染上我的唇印 冰凉的相框玻璃 刺激着我的嘴唇 我的热泪落下 离开这个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 我才发现这是我们真正的永别 我好想和你一起离开 但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以后你见到我的时候 我就是个老太太了 你可不许嫌弃我 我擦去泪水 转身离开 我没有再回头 因为再看上一眼 我会好舍不得 我来到父母家里 接走了我的儿子 他们很吃惊 我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我说 我是已经办完了 先来接孩子 走 儿子还在睡觉 困困地躺在怀里 等我告别了爸爸妈妈 关上门之后 我抱着儿子 跪在门口 磕了三个头 我想孩儿不笑 只能下辈子再孝顺你们了 我抱着儿子去了机场 他睡觉并不老实 迷迷糊糊躺在我的怀里 我嗅着他的味道 儿子身上已经没有奶香味 但我就是喜欢闻 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一直嗅着他的味道 不知不觉儿子醒了 他也许是被我弄痒了 在我怀里咯咯笑着 又迷迷糊糊地说 妈妈 你为什么一直闻我呀 我说 我闻闻 你是不是个小笨蛋 有没有笨笨的味道 我不笨 嗯 妈妈嗅到了 好聪明的味道 我一下又一下亲吻他的脸颊 天空不知不觉已经亮了 我看了看时间 还有一小时就登机 儿子趴在我怀里 他问我 妈妈 我们到了那边玩什么呀 我正要回答他 却看见机场进来了几个警察 我皱起眉头 为什么会有警察 这些警察很奇怪 他 他们看似不是来直岗的 一进来就到处走 观察每一个乘客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点会有警察来机场 我抱起儿子进了旁边的女厕所 进厕所以后 我找了个坑位进去 儿子好奇地看着我问我 妈妈 我们要上厕所吗 我蹲下身 抚摸着他的小脸 轻声说 你作业有没有做完 他快乐的小脸忽然搭了下来 有些害怕地看着我 搓着手说 我会做完的 宝贝 妈妈不会怪你 妈妈希望你以后有事情能自主地去做 我亲吻着他的额头 轻声说 你听我说 妈妈不在乎你将来能不能出人头地 只要你平平安安就好 作业你要按时做 不管是一百分还是六十分 妈妈都会为你开心 只要你真的去做了 好吗 他点点头 又小心翼翼地和我说 那我这次没做完 我还可以和妈妈玩吗 可以啊 你快亲亲妈妈 木马 你再亲亲一下木马 还要你亲亲一下妈妈 我亲了好多下了 就在这时 厕所里忽然响起了广播 提醒我坐的航班 延迟起飞时间待定 果然是冲着我来的 我抱紧儿子说话 忍不住有些污液 不够 无论亲多少次 妈妈都觉得不够 我一次又一次亲吻他的脸颊 外面又传来了皮鞋的脚步声 有人在敲厕所里的门 你好 完事了 出来一下 注意仪容 外面有人 门被一次次敲响 一个紧接一个 那是我永远也不可能战胜的对手 在逐渐朝我逼近 我压低声音和儿子说 宝贝 妈妈不能陪你去玩了 妈妈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但是妈妈会一直盯着你 你做个好孩子 妈妈就会回到你的身边 为什么呀 我不要妈妈走 只要你做个乖宝宝 妈妈就回来了 可是我拿不了一百分 我不需要你拿一百分 永远也不需要 我摸着她的头 温柔地说 只要你乖乖吃饭 乖乖睡觉 永远不做坏事 永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就是个好孩子 妈妈答应你 努力回到你的身边 好吗 她急哭了 乌咽着说 想和妈妈去玩 我忍着眼泪答应妈妈 做个健康长大的孩子 好吗 好 我再次亲吻了她的额头 然后打开了厕所的门 外面果然有警察 他们一见到我 马上对我说 蹲下 我有孩子在 能先照顾好我的小孩吗 我把儿子轻轻推向他们 一个警察看见了 连忙先过来抱起孩子 对她说 孩子 我们找你妈妈有点事情聊 你不要紧张 你叫什么名字 儿子疑惑地看着警察 又看了看我 我告诉她 不要害怕警察叔叔 她乖乖趴在警察怀里 被带出了厕所 我看着她的小脸 想再看一会儿 想多看一会儿 直到她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才慢慢蹲在地上 任由手铐铐住了 我现在怀疑你 涉嫌一起按键 请你协助调查 跟我们走一趟 我被戴上手铐 上了警车 那个航班我终究没能赶得上 这一次轮到我被审判了 回到警局里 我将自己做的事情都交代了 但我想不明白 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那王经理和赵丹丹 已经是必死之局了 为什么警察会知道 可是警察都不告诉我 他们告诉我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要做的事都交代了 我能得知的线索 只有赵丹丹和王经理都没死 直到开庭那天 我才清楚了事件始末 原来那王经理在发现我释放了煤气以后 马上把全身衣服都脱了 堵在那门缝上 还对着衣服撒了抛尿 用来隔绝煤气 而他以前真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社会人 结婚以后还被老婆抓了几次 于是他老婆有个习惯 一有不对就监控他的手机 事发那晚 王经理本来送了礼品 就该回去的 可他迟迟不回家 又不回复老婆消息 他老婆疑心病重 毕竟王经理出去玩不是一次两次了 查定位以后发现还在小区里 就跑来跟物业咨询 才知道去了赵丹丹家里 我前脚刚走 那王经理的媳妇后脚就来了 孤男寡女共处将近一个小时 天天还是深更半夜 王经理的媳妇气炸了 跑到门口砸门 一边砸一边说 你有本事偷人 那你有本事就开门了 但屋里一直没回应 他越想越不对劲 觉得这是个捉奸的机会 这娘们也是飙 又哭又闹的 威胁强迫物业的维修师傅 把门锁给拆了 说他要是不拆 他就从楼上跳下去 维修师傅怕了 只好把门拆开 天天 这赵丹家的门 是一开始交房的门 没换过 他拆起来得心应手 很快就把门给拆开 几人一看里面的情况下 得赶紧把两人送去医院 所以他们捡回了一条命 我最终被判入狱五年 我想了想 扭头跟赵丹丹说 五年 也许我四年就改造好出来了 你却要顶着你那张丑陋的破脸活一辈子 毁了容的赵丹丹 气得大吼大叫 他崩溃地捂着脸说 五年不够 一定要让我去死 他大吵大闹的代价 就是被法院给请出去了 我站在法庭上忍不住笑 因为他的代价 不会这么简单 结束要被审判的不止是我 在我举报后 警方介入调查 即使他的聊天记录已经删除 也被警方恢复了 他早就知道栏杆的问题 还因此投诉过 现在他要承担的 不再是民事责任 而是故意杀人罪 法院基于他之前的故意隐瞒 给他判了十五年 他提出上诉 但是被驳回了 永远毁容的脸 肚子上被捅一刀 十五年牢狱之灾 这就是他的报应 我还提起了上诉 物业背后的集团 马上给了我家里一百四十万 祈求庭外和解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胜诉 宁愿选择和解 只希望我们家不要声张这件事 我们家人都决定把钱都留给孩子 以孩子的名义买了套房子 在我入狱以后 国外的亲戚知道我出事了 他把钱退回来 让我父母先保管着 等我以后出狱 我最终没能为我老公报仇 但我知道赵丹丹交代在这儿了 以后他的人生都避不开 脸上和肚子上的两到八 也避不开他的十五年牢狱之灾 他的青春将永远交代在牢里 出狱后也逃不过毁容 一生不如死的滋味 他尝到了 法院劝我好好改造 争取早点出来 我待在狱里可以看家里人写的信 还收到了儿子的照片 还有我的婚纱照 婚纱照里老公傻笑着把我抱在怀里 我看着照片止不住地落泪 又忍不住笑 我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直到他被摧毁了 我不知道活着是好事还是坏事 出狱后我还能见到自己的孩子 可五年的牢狱生活 能不能抹平我心里的痛呢 也许我做错了 但这留给世人凭说吧 我无怨无悔 我只是想说 每个人都有他的父母 他的伴侣 他的孩子 不要为了自己的方便 给别人添麻烦 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 毁坏别人的家庭 否则报应迟早会来的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二十多年的情谊也许会被时间冲刷得很陌生 可有心之人不会因为距离时间而让友谊消失 大学毕业后和同学们之间的距离就远了 因为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待着 也就没时间和老同学们相聚 2001年 我回到老家开始创业 那个时候家里并不富裕 爸爸只是曾经的供销社的一个经理 再加上常年累月的喝酒 身体早已没有了健康可言 好在精打细算又勤劳的妈妈支撑起了找个家 我是家里的独子 这也成了爸妈一辈子的遗憾 有一次爸妈聊天 我无意间听到 要是当年把孩子生下来 吴君也就不会这么孤单了 你看吴君的性格 一点都不开朗 见了谁都不说话 这孩子以后可怎么办 爸妈口中的吴君就是我 出生于1980年 从小性格内敛 不爱讲话 小时候一度被父母怀疑心里有问题 还专门带着去省城检查了一次 其实我内心跟明镜似的 只是不愿意讲话 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读书 当时我们小镇没有幼儿园 只有学前班 断断续续递上了两年学前班 六岁的时候就读一年级了 没想到我天赋一饼 在学习这块很优秀 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爸妈才放下心来 平时在家里 基本上是妈妈照顾我 而我爸爸每天下班后 都是和朋友一起吃肉喝酒 他似乎不知道家的概念 记得那个时候 妈妈总是唉声叹气 可他从不抱怨 把心里的苦憋着 我从七八岁开始 就对爸爸感到很厌烦 讨厌他身上的烟酒味道 所以平时基本上不让爸爸抱我 当然 爸爸能够做到主动抱我一次 也是很难得的 妈妈告诉我 男孩子一定要努力学习 只有了知识才能知道 这个世界是怎样的 才能在以后大展宏图 不要惦记着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男人的事业应该放眼于天下 而不是苟活于家庭所适中 小时候不懂 到了读高中的时候 愈发感觉到妈妈的话 讲得很有道理 即使我妈妈只有初中学历 可在我看来 他在周围的长辈中 也算是鹤立鸡群般的存在 不管是三观 还是对我的教育 都是成功的 那个时候 我一心想到考上大学 因为考上大学 就可以去大城市生活 能够逃离这个乌烟瘴气的家庭 说实话 真的一秒钟 都不想看到爸爸三年的努力 终于在高考落幕后 感受到一丝轻松 爸爸随意地问了一句 能考上吗 能 我说道 这不是夸大其词 而是内心的自信 因为我的成绩 一直都是年级前三名 自我感觉 在高考的时候 发挥得还挺不错 按照老师的说法 我最差 也能考一个不错的一本成绩出来 那天 爸爸比我都积极 让我马上去找老师查看一下我的高考成绩 那一刻还被爸爸的感动到 爸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县中学查成绩 老师早早地就在办公室等待着 看到我到来 老师很开心地说 吴军 你考得真不错 六百七十九分 咱们学校的第一名 刚才和校长通电话了 他打算对你进行表彰 一会先别走 校长要和你见一面 中午十一点的时候 校长叫我去办公室 办公室里已经有四个同学 以及家常 我爸爸这天难得的没有喝酒 看上去和正常人一样 校长这次打算 给高考前五名进行奖励 每人奖励了一万元 而教育局当时资助我们四年的学费 并且要举办谢师验 让我们到时候都父母都要来参加 在回家的路上 爸爸哼着小曲 但是没有和我说一句话 到家时 妈妈着急地等待着 看到我们回来 赶忙了 考得怎样 爸爸依旧一言不发 得意洋洋地回到 打开一瓶酒 我这围了紫憋了大半天 终于可以好好喝一杯酒了 直到妈妈着急 我就一五一时地 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妈妈 妈妈高兴地手舞足蹈 赶忙就去做饭 还特意给爸爸做了两个下酒菜 闲暇时光过得很快 转眼间就要去上海读书了 爸爸这个时候像是变了个人 给了我五千元 说这是一年的生活费 让我读大学的时候好好学习 并且向我保证以后他不会再喝酒了 原本我是信任爸爸的 可没想到仅仅一个月不到 爸爸再次捡起了酒瓶子 大学校园的美食我不敢想的 大上海的繁荣 让我瞬间就感觉置身于一种很魔幻的世界 当然 读大学有趣的事情就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 当年我们宿舍七个人 来自七个不同的省份 我和赵子凡是第一个认识的 他是上海本地人 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气质 给人的感觉就是高不可攀 但赵子凡对我还是很不错的 最起码给了我尊重 即使如此 我对赵子凡还是保持着距离 毕竟家境不一样 从内心讲 我是有自卑心理的 但和来自安徽的王虎 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他家是在县城 和我家条件差不多 经历也很相似 所以有很多共同话题 四年大学很快就结束了 毕业晚会 那天我人生第一次喝酒 说实话 要不是在这种场合 我是不愿意沾酒精的 毕竟爸爸的样子 每每想起都会让人感到讨厌 王虎和我的情谊最深 在聊到未来的时候 都是迷茫的 相反 赵子凡不同 他毕业后就能找到工作 即使不工作 也不缺钱花 和王虎分别的那天 我们都落泪了 原本王虎是回老家 应聘公务员 而我则是选择经商 毕竟从小在供销社长大 还是有些生意头脑的 可我在毕业四年后 和王虎失去了联系 写了十多封信 都如同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回信 专门跑了十几次邮局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我和王虎之间断了联系 2007年 王虎来找我叙旧 他说自己不当公务员了 要向我学习 打算做生意 对于他的想法 我很支持 并且还拿出两万元资助他 但是在这次见面之后 我和王虎再次失去了联系 打电话也不接 我当时刚结婚 妻子以为我被老同学骗了 可在我心里 王虎不是这种人 一定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岁月在人生的长河中 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转眼间过去了十六年 因为前几年大环境不好 我的事业陷入了难以挽回的境地 甚至连自己的住房都抵债了 好在妻子不离不弃 让我有了信心坚持下去 这个时候 王虎通过赵子凡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是要见我一面 赵子凡这次也同王虎一起来 这么多年没见 即使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如意 但也不能让老同学没面子 还是在大饭店给他们二人接风 可我没想到的是 一顿饭吃掉九千四百 我不喝酒 算是给自己节省了点钱 他们两个人喝了三瓶酒 真的是不醉不归 等他们入睡后 我妻子心里很不痛快 一直在埋怨 觉得这两人真的做得有些过分 我让妻子再忍忍 毕竟是老同学 赵子凡知道我的情况 但王虎不知道 而我妻子再次提起当年王虎借钱的事情 这次无论如何 我也得开口 这么多年了 成了心病 因为每次提到钱 妻子都会数落一番 第二天 王虎和赵子凡说要回上海 说着感谢招待的话 原本我肚子里有很多话 却不知从何说起 我妻子上班没有来送 当他们准备去机场的时候 王虎突然问 你就没有要问的话 我说没有 王虎笑了笑说道 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当你多亏你 才有我的今天 这张卡有三百万 希望兄弟你能渡过难关 不说矫情的话 收下 这是兄弟之间的情谊 现在我跟着赵子凡做事 以后来上海找我俩玩 说把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个故事的结局 真的是十分地感人 然后 接下来这个故事 可就看得人心情跌宕起伏了 嫂子把他弟弟介绍给我相亲 说是吃国家饭的 见面的才知道 原来他是吃牢饭的 我准备离开 却被纠缠不休 说他姐姐已经把我许配给他做媳妇了 我怒了 直接拨打了监狱朋友的电话 劳饭没吃饱是吧 带你姐一起去吃吧 嫂子苏月来我家商议结婚时 就说要和我们住在一起 帮哥哥照顾我们一家老小 他上下打量我 紧紧握着我的手 妹妹多大了 二十三 我对这个温柔的嫂子印象不错 甜甜笑道 他也笑了 笑得何不拢嘴 说道 我弟弟也二十三 还没结婚呢 能不能给嫂子一个面子 跟我弟弟见个面 我弟弟吃国家饭的 他看我们不说话 骄傲地介绍着他的弟弟 我爸附和了一句 公务员嫂子只笑不回答爸妈 就当时他默认了 劝刚大学毕业的我可以见个面 说亲上家亲挺好的 我看我哥在一旁脸色不好 以为他生气我不给我嫂子面子 只好答应见一面 见了面我才知道 我这嫂子有多恶心 嫂子弟弟叫苏杨 身材矮胖 戴个眼镜 一身的烟味 自我介绍后 他只一个劲地夸我漂亮 我有点尴尬了 随口回道 嫂子说 你是公务员 你刚毕业就考上了 好厉害呀 他愣了一下 摇头道 我都没上学 怎么可能是公务员 不过都是吃过国家饭的 差不多寒暄了几句 我明说我没有结婚的打算 就当亲戚认识一下 他突然抓住我的手 皱眉道 什么亲戚 我姐说 你是我媳妇 你胡说什么呢 我甩开她的手 心里一阵恶心 没想到嫂子这么温柔 弟弟竟然是这种人 他扑过来恶狠狠道 你们家想娶我姐 就得答应换婚 要不然 我爸妈不会同意我姐嫁过去的 换婚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人力气很大 眼神凶狠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了 巧的是 我在监狱工作的朋友 也在这个餐厅帮我拉开了 苏阳出来了还不老实 还想再进去吗 朋友训斥完 我惊了 这就是嫂子说的 吃国家饭 我还没把今天的事告诉爸妈 苏月已经带着苏阳在家里哭诉了 浅浅今天找朋友把我弟弟打了 医生说落下病根了 这可怎么办 听到这话 我顿时火大 反驳道 我朋友只是帮我拉开他时 轻轻推了一下 他落下病根 跟我还有我朋友没关系 他估计是脑子落下病根了 哎哟 我难受 下半辈子我可怎么办呢 苏阳叫嚷道 一副要赖在我家不走的架势 这是想讹我 做梦呢 我打了电话给朋友 我哥 未婚妻弟弟 下午你见到的那个 他说你打伤了他 说完我开了免提 你骚扰人家在先 我有执法记录的 诋毁警察是要负责任的 你是坐牢的时间不够久吗 朋友三言两语 就怕嫂子和苏阳吓到了 苏阳此刻也出现了医学奇迹 重复说自己身体痊愈了 爸妈这边不冷静了 质问道 小浅 那个警察朋友说你弟弟坐牢 这是怎么回事 苏阳说得吃国家饭 不是什么公务员 是打架斗殴错杀人 被判了七年 我冷哼道 爸妈脸色煞食难看 像闷不吭声的哥哥 看向我 满脸愧疚 小浅 哥本想着 只是见一面没什么 竟然让你受了委屈 哥对不起你 不过我从没答应过 你嫂子让你嫁给苏阳 你相信我 至于我和你嫂子 他话没说完 苏阳强话道 我怀孕了 这一言 全家震惊 我哥软了下来 小生解释道 小岳心情不好 拉着我跟他喝酒 然后就看来 真是我哥的 我和爸妈深深叹息 知道这嫂子是必须进门了 小岳 隐瞒弟弟的事 我们可以不追究了 你们的事可以继续商量 爸爸看了我一眼 转过去指责道 但你不能瞎牵红线 更不应该管不住你弟弟 让我女儿受委屈 这是不给个说法 你这弟弟 以后别进我们家的门了 妈妈也不高兴 尽力维护我 苏月饶氏不在意 轻笑道 给什么说法 反正以后也是一家人 我们家有个规矩 我弟弟娶了老婆 我才能嫁出去 他不知哪来的自信 以命令的口吻道 我看上你哥 也是因为你们家有个妹妹 两家可以换婚 我嫁给沈旭 沈浅嫁给我弟 你们不答应 也别想要孙子了 活了二十多年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这么愚昧的女人 我爸气得跺脚骂道 你说的什么畜生话 你家女儿能做买卖交换 我家没这个规矩 滚 带着你弟弟一起滚 我妈也失去理智了 哥哥把我护着在身后 声明道 我妹妹想嫁给谁 是她的自由 你走吧 苏月也被这阵仗吓到了 拉着弟弟赶紧往门口走去 他不知道想到什么 折返到我面前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你爸妈很快就能反应过来 儿子和孙子才是最重要的 看着她满眼自信的样子 我惊呆了 世上竟然真有这么轻视自己性别的女人 几天后 苏月突然联系我 哥哥说后悔那么冲动了 想再约我们一家商量事情 爸妈善良 看在她肚子里那个孩子的面子上 带着我和我哥赶去了约定见面的地方 苏月没有直接说正事 而是带着家里几个亲戚给我们洗脑 说来说去都是宣扬重男轻女思想 听得令人发指 原来还不止苏月一家这么愚昧 爸爸已经气得把杯子砸在地上 呵斥这些煽风点火的人滚了 苏月难以置信地看着爸爸 摇头叹息道 竟然还有这么不知轻重的人 看你爸妈对女儿多重视 压根不把你这个儿子放在眼里 估计早就嫌弃你了 要不然哪有家里不重视儿子的 她见说服不了爸妈 干脆挑拨我哥和家里的关系 要不然怎么让你辍学 只供你妹上大学 你妹妹当初上了大学 现在就应该为了你的幸福做出退步 说到底没把你这个哥放在眼里 她眼睛心红 像得了失心疯一样可怕 再说嫁给我弟弟怎么了 他是杀过人 但他愿意为了你妹妹不杀人了呀 这样深情的男孩哪找啊 我哥也被他吓到了 语无伦次道 这活我不结了 我们多次忍让你当初欺骗我们和欺负乐乐 对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人质易尽了 从今天起我们就当从没有认识过你这个人 我爸看了苏月肚子许久 别过脸冷声道 他先往门外走去 朝着我们招了招手 大声道 我们回家 疯了 疯了 这一家人都疯了 不知轻重 竟然维护一个赔钱货 听着苏月的话 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他当初眼里的盲目自信 已经被我们消磨得差不多了 这次总该清醒了吧 一年后 我哥带着苏月上门 还抱着刚出生的孩子 是个大胖小子 人憔悴了很多 我想明白了 婚姻自由不应该逼着妹妹 她态度诚恳 家里人都稍微放松了警惕 听她继续道 不过之前 说的房子和彩礼不要 我爸妈那边不同意了 不过他们看我带这个孩子 要的也不多 听她语气这么卑微 爸妈心软了 答应她和我哥的婚事 你这边有什么要求 先提出来 我们尽力半倒 爸爸表态 苏月笑着提道 彩礼 按照我们那边的规矩 原本是十五万 我爸妈的意思是十万就行 房子可以住你们家 但有个条件 看她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觉得甚得慌 总觉得这条件和我有关 果然 在爸妈的催问下 她直言道 就是我们结婚后 小浅要搬出去 以后就不要回来了 这房子也和她没关系了 小浅刚毕业 不住家 住哪里呀 妈妈握着我的手 没有妥协的意思 苏月笑道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她哥娶媳妇了 就要搬出去了 她自己也能出去租房子 我们家已经让步了 小浅 你不能这么不懂事 非要你侄子流落在外吧 她看向我 说的话让我恶心 这不是在拖我吗 不用这么麻烦 我给你们俩买房 你们俩搬出去住 我爸忍着怒气 拿出一张卡摆在苏月面前 苏月愣住了 扫了我哥一眼 你之前怎么不说 咱爸有钱了 你没问呢 我哥无奈道 眼睛盯着苏月肚子 显然是舍不得孩子 苏月以为我哥穷 好拿捏她 这人反应很快 眼珠子转两下 就有了新对策 大声宣布道 我们商量好了 结婚后要出省打工 你们把我们房子买在那里吧 孩子出了远门再回来 话说了一半 故意留给我爸妈去想象 你们放心 我肯定会回来的 我哥推了推苏月 赶紧表态 只是我爸妈依旧提不精神 我哥话虽这么说 但有了孩子有了牵绊 嫂子不肯带孩子回来 她也难回来了 我理解爸妈此刻心情 为什么这么沉重 心里也不是滋味 苏月身板直了 精气神也煞时恢复 嘴角挂着得逞的笑 要是浅浅愿意 嫁给我弟弟 我弟弟不记恨他之前针对他 愿意跟他一起来我家 我也不会敢 浅浅走了 这话听得我身体一颤 兜了这么大的圈子 还是要我换婚嫁给他弟弟 这种人太执着 太可怕了 再这么下去 会不会有一天 真把爸妈摩同意了 我攥着的手渗满了汗 他 爸爸猛拍了一下桌子 指着那张卡道 你要房子和彩礼 我们可以给你们要搬走也随意 打小浅的主意 永远不可能在我们家男女 都一样给你们买房了 这个房子就属于小浅 以后你们回来 要经过我们小浅的同意 妈妈把我的手钻得更紧了 苏月愣了一会儿 瞪大眼睛不满道 他一个赔钱货还给他房子 你们劳两口疯了吧 我都打听清楚了 你儿子生下来有引高症 手术做晚了 恢复得不好 医生说生孩子的概率不大 这孩子我可是做过亲子鉴定了 就是你们儿子的 苏月把怀里的孩子弄得哇哇大哭 一点面子也不想给我们了 直接威胁道 要么让沈浅永远滚出沈家 要么让他嫁给我弟 气氛立刻僵了下来 我爸弓着背 像被重拾压过一样 妈妈和哥哥也沉默了 我再也看不了苏月的嘴脸 冲进了房间 苏月为了给我爸妈时间考虑 在家里先住了下来 趁着爸妈不在时 敲了我的房门 我没开 他就站在外面给我洗脑 我弟弟对我可好了 以后对你也好 你耗两年也不值钱了 你哥没上学 你上了 你享受好的了 现在就该多为你哥着想 下午你爸妈啥态度你看到了吧 谁家不想传宗接代呢 这些话 我听得差点吐了 碍于家人忍着没出去捶他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见我没吭声 听他给弟弟打电话 照沈浅那脾气 要是不同意 早反驳我了 闷着不说话迟早要答应 虽然极力压低声音 但情绪兴奋时还是没克制住 被我全听到了 更想吐了 我收拾好东西 拎着行李箱连夜去了高铁站 要我嫁给那个素质差的杀人犯 我宁愿再也不回来 等以后挣到钱再把爸妈接过来 住票订得临时 所以没有好时间 等到早上我才准备上车 浅浅你去哪里呀 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冲了过来 拽着我的行李不松手 我爸身后跟着苏月和他弟弟 气势汹汹赶了过来 苏月脸上看到我的那一刻 嘴角抑制不住上扬 让我毛骨悚然 不会是来逼我回去结婚的吧 妈 只要我走了 这家才安生 以后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我一边解释 一边试图拽回行李 妈妈死活不肯松手 哭着说道 妈妈的家就是你的家 你要去哪里呀 我心中一颤 手上没了力气 行李箱全丢给了妈妈 做好人跑的准备 我爸爸苏杨拽到我面前 一字一句 态度坚决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把女儿嫁给你 你死了这条心 儿子学是你自己不肯上的 房子 彩礼爸妈 也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的身体要怪就怪你爸妈 怎么弥补都可以 跟你妹妹没关系 我哥低着头一言不发 苏月突然朝我扑过来 骂道 你想要把你哥逼死吗 赶紧表个态吧 他 我哥给了苏月一巴掌 嘈杂的吵闹声戛然而止 为了你和儿子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但爸妈和妹妹是我的底线 这是我头一回 看到我哥这么硬气 指着苏月吼道 你给我滚 苏月带着他弟弟 灰溜溜回家了 三个月后 苏月带着孩子跪在我们面前 求我哥再要他带个孩子 没人愿意娶我 我只有审讯了 苏月一边给我们磕头 一边哭诉道 我这次什么都不求了 不要房子 不要彩礼 更不要为难小浅 只想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爸妈是在意这个孙子的 又见他态度诚恳 双双看向我 我虽然不喜欢这个大嫂 但侄子是无辜地松了口 爸爸把那张卡又拿了出来 估计是心有余悸了 提到房子还是要买的 要不然我怕小浅没安全感 苏月摇头道 我不要房子 我只想跟你们住在一起 照顾你们一家人 这是我立的字句 以后不会再提任何一句 赶走小浅的话 他慌张地把字句拿了出来 一副幡然醒悟的诚恳模样 爸妈核对了字句 彻底安了心 齐声道 我找人把日子定下来 尽快给你们办婚礼 苏月笑了 爸妈和哥哥笑了 我笑不出来 总觉得这个女人没那么简单 我回了房间 思绪很乱 过了一会儿 妈妈敲了房门要进来 小浅 你是不是还对你嫂子不放心 妈妈轻声问道 我点了点头 妈妈摸了摸我的头 承诺道 我跟你爸商量好了 这次他要是在做妖 我们是不会再妥协的 我心里的压力 因为妈妈的话彻底释放 婚礼前夕 苏月的伴娘临时生病了 要求着我做她的伴娘 看着她那双圆滚滚 写满不良心思的眼睛 总觉得这是没那么敢巧 但我还是答应陪她 我觉得与其被动地等待 不如主动出击 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当晚 苏月房间里挤满了凑热闹的人 她使唤我出去捣水 苏月的水房单独一间 在院子角落里 我刚进去 门就被关上了 眼前烧得半边黑的墙壁上 人影逐渐放大 这身形 一猜就知道是谁 这人转身 果然是苏杨 她说了一大堆恶心的话 半句离不开轻贱女性 让我深刻感受到 妈宝南和重男轻女 双重影响下的男人 是什么样子的 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录制得差不多了 我一脚踢过去 苏杨一阵痛吼 被送进了医院 她被抬走 说的话还清晰在耳 你们沈家既供你读书 又教你去学武术 指望你卖个多好的价钱 这话听得着实恶心 要不是大家抬得快 我怎么也得再来一脚 这场婚礼也因苏杨不欢而散 回家后 我就报警起诉了苏杨 在抓捕她的那天 她失踪了 不知道藏到了什么地方 三天后 苏杨被苏月从山上揪了下来 亲自送到警察手里 所以 苏月是悬崖勒马 幡然醒悟了 是的 苏杨坐牢的那天 她就抱着孩子跪在我家门口 整整跪了一个小时 怀里的小侄子哭了一个小时 看在她大义灭亲 以及她辛苦生下孩子的份上 我们原谅了她 她这次表现很好 进门就递了和弟弟决裂的保证书 只要逢年过节祭典前回家赡养老人就行了 我们家不是绝情的人 只要不跟他们家人打交道 让苏月赡养父母是应该的 出于对苏月的尊重 爸妈还是决定为她和哥哥正式举办一场婚礼 惊奇的是 苏月爸妈给她准备了丰厚的嫁妆 一张卡 原本爸妈是要给她和我哥置办房子和彩礼的 但苏月坚持不要 甚至说要了就没脸进我家的门 现在爸妈看着她手里那张卡更愧疚了 苏月嫁进来后 好像回到了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温柔大方 我们家的生活也平静了四年 嫂子又给我哥添了个女儿 我们一家更感激她的付出 待她也更好了 把没有给的彩礼都补贴给夫妻俩 平时的生活里 我和嫂子因为她弟弟产生的隔阂 好像彻底消失了 然而 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除夕夜 嫂子发布了一条视频 配文 二十七岁的小姑子不嫁人 逼我们一家四口 挤在一个房间里 搞笑的是 评论区找不到一条嫂子想听的话 这是你小姑子爸妈家 她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错的不是她 而是你无能的丈夫 小姑子太可怜了 二十七岁也才刚到试婚年纪 凭什么骂她嫁不出去 估计在家没少看你脸色 她就算嫁出去了 那个房间也是她的 现在什么年代了 男女都一样 刷到这条视频 我惊呆了 也彻底寒了心 当初爸妈答应了给她买房 她不答应 也把这笔钱贴补他们四口之家的生活了 怎么又来找我的茶了 更可笑的是 看到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一个房间里 我于心不忍 已经找好房子准备搬出去了 现在我准备留在家里和这个人死磕到底 不能把爸妈和哥哥丢给这么个两面三刀的人 第二天 嫂子出来吃早饭 平静地在我旁边坐下 如往常一样温柔的面孔 看得我一阵恶心 她眼下乌青一片 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似乎是熬了一整夜 我避开她 看了一眼她的账号 她昨晚被骂得很惨 但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 上百条评论 她一条回复 坚持不懈地证明 我是个反派角色 可惜都徒劳无功 看她颓然无能的样子 我也懒得和她撕破脸 直接去上班了 总觉得她突然这么反常 事出有因 为了朋友才知道 是她那不成器的弟弟出狱了 她亲自陪着她爸妈去接的 所以当初的保证书是假的 这四年的温顺也是假的 明明知道我们不待见她弟弟 她又离不开她弟弟一分不要 嫁过来干什么 我不禁毛骨悚然 工作时手机易于平常 震个不停 打开看了看 不少人给我发微信 其中还有几个不怎么联系的人 好奇点开 头皮发码 他们分享的是我嫂子发布的新视频 谴责爸妈没给她准备房子和彩礼 还纵容我花光了她的嫁妆 视频里更是由我房间格局和物品的全部特写 就这么毫无隐私地被曝光 全网被人指指点点 这条视频上了各大平台热门 引起多大热议 对我们一家的骂声也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扒光我们的住址和工作单位 我和爸妈的个人账号 评论更是不堪入目 媳妇彩礼和房子都不要 还要拿嫁妆贴补小姑子 这小姑子大学白读了 这一家人简直是吸血鬼 快跑 你们会遭报应的 这是发生后 邻居对我们指指点点 甚至严重影响了我和爸妈的工作 我休假回家和苏月面对面交谈 你爸妈的积蓄这些年都被我掏空了 他们现在拿不出钱来给我房子 更补不了那张卡的嫁妆 苏月哪里有往日的半分贤惠 堪称变脸大师 语气得意 你们现在也没辙了 那张卡是空的吧 我叹了一口气 实在搞不明白他 你现在和我哥有儿有女了 现在搞成这样 你就不怕给两个孩子的生活造成影响吗 苏月丝毫没琢磨我话里的意思 反而警惕地看着我 别想拿孩子卖惨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 我也是我弟的亲姐姐 这两个孩子都姓沈 不姓苏 我弟弟再不结婚生儿子 我苏家就绝后了 他瞪着我咬牙道 我弟弟坐过牢 根本没人愿意嫁给他 你要是当初就肯嫁 我弟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所以他闹这一出 还是没放弃 让我嫁给他弟 我被他整蒙了 问道 你这么在意弟弟 当初干嘛 亲自送他去坐牢 他已经坐过牢了 初来找不到工作 也娶不到老婆 还不如继续进去吃国家饭 等我在你们家站稳脚跟 再想办法让你嫁给我弟 这样我也可以养着他了 苏月看着我 姨父 我占了便宜的样子 你要是肯嫁 也可以沾了我弟弟的光 连着你一起养 疯了疯了 你死了心吧 我不会嫁的 要不是两个侄子在外面玩 我恨不得把这个人撵出去 苏月气定神闲地看着我 冷静地可怕 那张卡 只要我不说是空的 你们就得拿钱去填补 你爸妈拿不出来 你一个丫头 骗子也拿不出来 她上下打量我 满眼都是瞧不起 我被她的无知气笑了 嫂子 你不知道我是资深律师 和别人合开一家律所吗 我深吸一口气 好心提醒她 收手吧 网络上的事 不是你能控制的 小心引火上身 你后悔都来不及 当初生孩子的时候 我们曾问过你 要不要留一个孩子姓苏 从没想过 让你们苏家断吼 苏月不领情 冷脸骂道 律师怎么了 还不是个女人 还是个就知道惹事的 蠢女人 你就是个白眼狼 我不要彩礼和房子 跟你挤在这么个破房子里 还想着你捂热你的心 让你嫁给我弟弟 要不是我听到你背着我 答应你妈去相亲 我还不知道 你要背叛我弟弟 也不至于把事情做得那么绝 我弟弟生的孩子 那才叫延续香火 你也一样 早点认清自己的位置 嫁给我弟弟 别让二老和我孩子 因为你受罪 他张牙舞爪命令我的样子 让我极为恶心 这样的人 真是又可恨又可悲 纵容只会让他越陷越深 坑害更多人 嫂子 你会后悔的 我起身离开 只听身后传来歇斯底里的声音 我不会后悔 我不会后悔 爸妈回来后 我才从房间里出来 把全家人召集在客厅 除了苏月 全家人都笼罩在漫马中 气氛压抑 苏月看着我 嘴角掩不住的笑意 嘴里嘟囔着 早答应我不就好了 我弟弟又不会吃了你 啊 这女人到现在还认为 我会妥协嫁给 他那个劣迹斑斑的弟弟 爸妈 我已经帮你们 把东西收拾好了 接你们跟我 去我买的房子住 我看向爸妈 轻声道 爸妈看向我 震惊中又带着愧疚 你存点钱不容易 别为了我们 把钱都花光了呀 爸妈一直知道 我跟别人 开律所挣了点钱 但不知道 我能全款买下一套 价值百万的三十一厅 我曾多次给爸妈生活费 但他们坚持不要 后来 苏月以各种理由要钱 积少成多 在爸妈毫无意识时 就被掏空了积蓄 我不反对爸妈扶持哥哥一家 但不能看着爸妈 连养老钱都没了 干脆把每个月都为爸妈 存一笔生活费 把卡递给爸妈 我耐心解释道 爸妈 我买了房子 还有赋予给你们也存了一点 这下可以放心 跟我走了 吧 房子离这里不远 你们想回来 看孙子孙女 随时都能来 我看向哑口无言的苏月 冷笑道 给大嫂疼位置 这样 他也就不用在网上发疯了 哥哥沉默了 估计也想让爸妈搬走了 爸妈也瞧出哥哥的意思了 朝我点了点头 准备跟我一起离开了 不许走 苏月发了风誓地扑过来 紧紧拽着二老 指着我骂道 你就是个祸害 家里被你闹成什么样了 你和爸妈走了 让别人戳着我几两骨骂呗 都不许走 你们要是走了我就去死你 你不让我们和小钱走 又在网上说 我们挤着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妈急得流泪质问道 爸爸也附和道 是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们要想 这个家彻底安生下来 就让沈浅嫁给我弟弟 苏月掐着腰道 爸妈此刻的表情 和当时的我一样 都惊异到害怕苏月的执念 小钱 走 我们去你家走走走 爸妈拽着我往外走 生怕苏月那个疯女人 在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 我给妈妈擦了擦眼泪 安抚道 你们放心 等我们搬走网友 看她的诉求得到解决 就不会再骂我们了 她也就消停了 爸妈听了我的话 脸色缓和许多 但依旧紧紧护着我 警惕地看着苏月 你们要是走 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 苏月找了个绳子勒在脖子上 把大家都吓坏了 只要我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苏月就会更疯 但不会死 我按住爸妈过去拦住的手 劝道 她弟弟还没结婚呢 她不敢死 我拉着爸妈离开了 哥哥打来电话说 苏月不发疯了 我和爸妈给苏月腾位置的消息传出去后 舆论清朗了许多 苏月心里的火没熄灭 而且越来越旺 如我当初所言 已经烧到她自己了 小姑子和公婆都搬出去了 住的地方也有了 怎么还闹呢 到底想要什么呀 小姑子这房子最起码一百万能买这么贵的房子 不像是贪图别人嫁妆的样子啊 网友扒到这个苏月的娘家了 爸妈没什么钱 还有一个坐过两次牢的弟弟 第二次坐牢是因为威胁小姑子未遂 这是伏地魔 这么对人家不计前嫌 竟然还能反咬一口 这女人疯了吧 苏月被骂了 连着几天没有登录账号 这是被下一刻抱起来的热点遮盖过去了 所有人的生活都恢复了正常 爸妈也彻底安了心 还是坚持过去帮忙带孙子和孙女 苏月也没再说什么 我听着当初给苏月录的音 心情沉重 她执念这么深 真会就这么安分守己了吗 我不信 果然 刚消停了几天的苏月 重新登录了账号 挨个回复网友 言论里暗示我在做不正当交易 挣来的钱也都是不干净的 她先是曝光我的奢侈品 然后言辞激进 引来不少心里不平衡的男网友 对我攻击 一个女的怎么可能挣这么多钱 小仙女在哪工作 我去照顾照顾生意 女生本身没多少赚钱能力 没有舔狗 很多连饭都吃不起 这些钱 哪来大家都知道 索性 有一些女性网友帮我说话 我认识的女孩 要学历有学历 要工作有工作 要拼尽有拼尽 打败多少破房男来一个 破房男我骂一个 看到这些评论 我暖心许多 把当初以为用不到的录音传到了网上 揭露了她的丑恶嘴脸 破房男网友也不敢帮嫂子攻击我了 另一波人占领了嫂子的评论区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种换婚的想法 疯了吧 人家要大学生假 能坐两次劳 而且游手好闲的人 这嫂子心真够毒的 这已经够恐怖了 竟然还在网上诋毁小姑子 太可怕了 这种人就是社会危害 嫂子被骂到自闭 直接注销账号了 网友也纷纷散了 翻完评论 心里一阵舒畅 爸妈给我发来一条信息 让我赶紧回嫂子家 说嫂子 窜多我哥哥带着爸妈卖房去别的城市 刚到嫂子家门口 就听到里面的骂声 他在网上放那些什么意思 明摆着想把咱们家里的事给外人知道 然后搅和得我们家里不安宁啊 他就是个没良心的 我做得不对 他可以来家里骂我 万万不该把这事捅到网上去 所谓家丑不外养 这让我们家以后怎么做人呢 这我们是待不下去了 我和沈旭商量好了 带着你们二老一起卖房 去别的城市 让那个白眼狼孤独中老人 嫌弃在门外 都觉得苏月的声音震耳欲聋 骂了那么多他还觉得不够 直到被我爸一巴掌扇安静了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 我爸正在教训苏月 你还有脸怪 小浅 这是一开始 不是你先放到网上的吗 家丑不可外扬 提醒的是你 对 白眼狼也是你 我们家真是被你害惨了 我妈硬合着我爸训道 苏月蒙了呆 愣了好一会儿 对道 你们真是老糊涂了 竟然跟帮女儿不帮儿子 她嫁出去就不是你们沈家的人了 还指望她能给你们传宗接待不成 不指望女儿 指望你这个为了帮衬弟弟恨不得害了我们家人的媳妇吗 我妈静止走到我身边看向我哥 你媳妇什么样你也看到了 现在有他没我们 有我们没他 你自己选吧 爸爸没说话 默认站在了我的另一边 等着我哥表态 知道我哥顾虑什么 我耐心劝道 哥 你有两个孩子 所有顾虑情有可原 但苏月再折腾下去 迟早会影响到孩子 按照苏月那个为了弟弟可以牺牲一切的精神 我真怕她哪天让两个孩子无家可归 这么多年 我对两个怎么样 你都看在眼里 你可别听你妹妹的 苏月有些慌了 跪在我哥面前哭得生死力竭 当初所有人都嫌弃你身体不好 只有我愿意嫁给你 还给你生了两个你从来不敢想的孩子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这日子到底是我们两口子过的 他迟早要嫁人的 还能管你们家一辈子啊 你爸妈现在就是被蒙蔽了 我们先搬走 每月给家里寄钱 等他们想通了 再把他们接走 我哥动摇了 掐灭了烟头 清了清沙哑的嗓子 爸妈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这里我和小月 还有孩子是待不下去了 俗话说 养儿防老 你们跟谁自己掂量掂量吧 他说这话时 刻意回避着我的眼神 也让我心寒和醒悟 嫂子之所以可以在我们家横行多年 就是因为这个立场不坚定 且自私的哥哥爸妈 虽然维护我 但思想到底是传统的 养儿防老 他们也没说少说 这会儿我看向二老 心里也没底气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思想还这么俗气 就是受你这个媳妇的影响 你迟早要被他害死 爸爸嫌弃地看着哥哥妈妈 指着哥哥不高兴地哼一声 儿子不顶事 女儿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么多年 对你和小钱都是一样的 房子你要卖可以 但卖的钱得分小钱一半 爸爸补充道 苏月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跳脚道 看看看 我说对了 你爸妈就是偏袒神钱 你在家里就是个空气 那就明天一起去卖 卖完了 分给小钱一半 我哥沉默许久 小声道 我和爸妈互看一眼 饶式默契地无奈点头 我哥在苏月和我们之间选择了苏月 我们失望而归 等着第二天做最后的了断 但那一晚都没怎么睡好 天亮到了约定时间 我们赶回去 已经人去楼空了 苏月早一个星期就偷了房产证 张罗卖房子了 昨晚带着我哥和两个孩子 偷偷搬走了 随他们去吧 好在苏月对两个孩子不错 那一半的钱就当是我给两个孩子的 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好好生活 我扶着爸妈在旁坐下 安抚道 爸妈一下子苍老了很多 白头发多了些许 被我哥打击到了 小钱 你受委屈了 爸妈缓过来后 拉着我的手说道 听着他们的话 我很感动 从始至终 我的爸妈都没有站在我这边 我靠在爸妈双膝上 轻声说道 爸妈 你们别难过 还有我呢 我们三个人拥抱在一起 互相理解 互相关心 这才是一个家该有的样子啊 我们回家 以后再没有提过我哥 但这件事都像一根刺 在我们心里 时不时都会被扎得难受 为了让自己和爸妈安心 我打探过哥哥搬走的地方不算远 还做了早餐店 生意不错 大侄子上了幼儿园 小侄女请了月嫂带着 看来苏月这些年 没有挥霍爸妈的积蓄 悄悄去幼儿园 看了大侄子 说了个善意的谎言来源 我们分开的是 然后留了个号码 让家里有困难的时候 打给我 回去以后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爸妈 他们也安心了许多 然而 还有一件事 一直萦绕在我们脑海里 那就是苏月的弟弟苏杨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起初极为安静 一旦超过 就会爆发 害人害己 然而这个时限 没超过一个月就爆发了 那天下班 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里面传来大侄子的哭声 姑姑 爸爸摔倒了 舅舅要把我和妹妹卖了 你别哭 告诉姑姑 你们在哪里 我努力 让自己冷静下来 问道 孩子哭着问道 在家话还没说完 电话就被掐断了 在此之前 传来男人的辱骂声 可以听出来是苏杨的 这个禽兽 还真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我报了警 很快赶到了哥哥家 令我惊讶又高兴的是 苏杨和其同伙还没走 两个孩子还在家里 苏杨被当场制服 在地上撒泼打滚 最后被抓上了警车 哥哥被打得鼻青严肿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被送进了医院 等两个孩子情绪安稳下来后 我拉着大侄子的手问道 你之前大段话 没被你舅舅发现 怎么做到的呀 姑姑给我买的儿童电话手表 我一直没敢告诉爸爸和妈妈 也不敢用 舅舅摔坏了爸爸的手机 我捡走了电话卡 插在电话手表里 给姑姑打了电话 就赶紧关机扔床底下了 大侄子哪声哪气道 我惊了 这大侄子也太聪明了吧 之前电话断了 我还以为是被苏杨发现了 我摸了摸大侄子的头 轻声道 你做得很好 你妈妈呢 我想起来苏月问道 大侄子赶指住的眼泪 又不停往外流 边抽气边回道 爸爸说 妈妈把家里的钱都拿跑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回来过 呜呜呜 两岁小侄女也在旁边哭了起来 我赶紧过去抱着安抚 但心里毛毛的 苏月虽然极为重视弟弟和家人 但对两个孩子一直都任劳任怨的付出 不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 怎么会丢下两个孩子 然后让舅舅出面拐卖呢 我越想越不对 找了熟人去苏月家附近问了一下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苏月回过一次家后就失踪了 两个孩子想去看爸爸 我暂且放下这时 去医院看了 哥哥还在昏迷 可想苏杨和其同伙下手有多重 带着孩子回家后 和爸妈说了情况 然后去警察局配合做笔录 顺便提了一下苏月的事 三天后 警察联系了我 苏杨坐过牢 当地没有愿意嫁给他的女孩 因为买卖妇女的案子越来越受重视 人贩子买卖时极为谨慎 需要花很长时间熟悉 避免避遇到的是警方的线人 苏杨等不及了 干脆把主意打到了苏月身上 把他卖给人贩子 获取信任 再让人贩子从山里换一个媳妇回来 苏月被卖不久就疯了 意外落井过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心情沉重 想过苏月知道自己孩子被弟弟害成这样 然后幡然醒悟 痛哭流涕 却从没有想过 他连忏悔的机会都没有 苏杨的弟弟被判了无期徒刑 给父母留下不少债务 直到牢两口疯了 债务才不了了之 住在苏月附近的朋友告诉我 这牢两口时而清醒 时而疯癫 清醒的时候就拉着路过的女孩喊 生闺女也好闺女 可惜苏月听不到了 这件事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也警醒了一批受重男轻女 思想毒害的女性 原来爸妈偏袒弟弟是不对 我们应该享受和弟弟一样的待遇 以后我要多为自己着想 几年以后 我不会再往那个无底洞急前了 我要自己花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和爸妈看了评论 突然这段时间的折腾 也不算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相视一笑 后来医院打来电话说 哥哥醒了 我们一家去看了他 他跪在我们面前痛哭流涕 爸妈 我对不起你们呢 我错了 还有妹妹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说完他诚恳地给我磕头 我心里五味杂陈 把人拉了起来 叮嘱道 以后好好过日子 你还有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冲到哥哥怀里 哭着问道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妈妈拯救别人 去天上当小星星了 哥哥沉默了好久 沙哑着声音回到现在 刚好是晚上 透过窗户看着天上闪烁的星星 苏月的死引起多方注意 打击了当地买卖妇女的犯罪团伙 解救了很多被卖女性 如此也算是拯救了别人了 希望苏月的例子 能给同样身受重男轻女家庭迫害的女孩警醒 多为自己着想 尽早脱离苦海 以免越陷越深